8支8强队伍里面 硬汉选择VS10年老兵 今天的比赛是由大众赛道上来的硬汉 硬汉队伍 我觉得10年老兵挺强的呀 他们就直接点了10年老兵打了 这么猛吗 硬汉的10年老兵两个非常强悍的 好吧让我们看一下他这个硬汉战队 硬汉战队是从大众赛道上来的 他们对队伍介绍8块腹肌高手 来给主播上点压力 队伍成员介绍编路单手10个引力 单手10个引体 打野撸铁队长百块腹肌 抖音欲敌 中路爬楼高手 射手握推随便60公斤 游走背阔如刺 遮天蔽日 弃捕编路双开门 懂得都懂 好不好 最把是硬汉VS老兵 节奏特别快啊 这一下就直接进入了比赛 然后选择半点两个一开始锁定了这个一开始就开始锁定了 而且他也能拆一下刘邦 版本编入热门 那这边 10年老兵会不会选择老夫子来进行一波针对呢 你支持硬汉是吗 硬汉反正他们个人简介里面说的就是他们都是那种肌肉型男 8块腹肌打底 好吧 无情双开门 硬汉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个10年老兵啊 如果是 老兵在在这个整个八个队伍里面表现出来这个不是特别猛吗 老兵还需要介绍吗 昨天他们有打比赛呀 昨天他们打了比赛啊 老兵 老兵昨天是赢了的呀 10年老兵他们就是 编入无血书 米越创始人 拿过几十次国服米越 编入112段对抗 2万分米越 打远113段 2万分路纳进 辅助百段游走 2万分大桥 中单2.2万活5 2万猫咪一心 发入108段 基本上都是110段起手的选手 好吧 10年老兵都是110段起手的 左边没有太多的出法 就是这套阵容 刘邦加哪吒 玩的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冲撞套路 好不好 哪吒 刘邦 给他们都选到了 是没 现在是八进士吗 不是 现在是这个 这个点名赛 点名挑战赛 就是 这个硬汉队伍是 从那个万千支战队里面打上来的 大众赛道打上来的 就是我们那个用 我们我们整个抖音 能报名的兄弟 报名进去打的比赛 脱颖而出的 好吧 战队硬汉 VS老兵 左边阵容可以啊 我也感觉左边阵人容错率挺高的 BO几 BO3 兄弟们 双击点点赞 谢谢 感谢 陪陪 谢谢 贝贝 谢谢 蓝 打 谢 荷兰 斗 火舞 第二车 10年老兵 肯定是处理掉了 那这样这个神工期在转线 其实是不好见 调一下屏幕 屏幕需要调啥 完了 我今天没有洗头啊 反正头发有点油啊 硬汉就如我愿了 试点 我真的觉得刘邦加 哪吒这个阵容很好打呀 中式联体的 今天是点名赛 今天是点名赛 老兵 10年老兵被点名了 他们昨天打了 虽然他们已经到八强的这个位置了 但是这个左边的硬汉队觉得老兵队好打 所以他们点名点老兵 要挤掉他们这个八强的位置 嗯 好不好 那硬汉这边 他们再搬一个 双击小手 点点赞 小伙伴们 搬一下亚连 搬一下亚连 搬亚连会更好 亚连就点 打 而且再对 点你 没有啊 他们这个大众赛道上来的两支队伍只能点八强嘛 搬米越 有点针对搬了 米越和马超 搬了一个 太油了 是的 我没有洗头 我就直接拨了 不想吃到啊 这头发确实不洗 不洗 马超在这局 其实他们这种道理不算太胖 不过搬了也是 可以限制一下对手的这个后期大合 看一下 这是八进四吗 不是不是 这是挑战赛 挑战赛 我们 我们主播有那个特别多的 多的主播队伍 已经打到最后只剩八强了嘛 然后大众赛道 有上万千支队伍 打到最后只剩硬汉了 是吧 硬汉还有一支 还有支队伍是叫 叫X 好吧 最后再从万千战队脱颖而出的就是硬汉跟X 而且我觉得X是真的猛啊 他挑的那个队伍我觉得好像有夺冠热门之相啊 这都敢打啊 这两个大众赛道队伍 说实话真的有点头体啊 对现在是主播赛道打大众赛道 好不好 左边是左边是大众赛道上来的硬汉 右边是呃 在这个主播赛道里面打到最后的八强队伍 十年老兵 头发塌了 来不及弄了 就这样 虽然点十年老兵 不知道呀 十年老兵不是昨天打过了吗 我再说一遍 硬汉是从大众赛道 大众赛道报名的队伍有几万支 最后只剩两支队伍了 一个是硬汉队 一个是X队 八十年老兵是 打是主播赛道打到最后的八强 八支队伍 十年老兵 这八支队伍里面 这两支队伍可以认点 他觉得这八支队伍 哪两个 他们打得过 他就点这两个 然后让他们打 如果他赢了的话 他们就把他的位置给挤了 懂吧 所以说是点名挑战赛 明白吗 硬汉的打野不换成绩 他等一下会换的 他们把位置换好就换了 就喜欢看女的直播 OKOK 谢谢 今天输了会 淘汰吗 会呀 今天输了就无了呀 就是天梯呗 这八个队伍 对 这八个 这八个队伍 主播赛道的八个队伍 要接受这个大众赛道 两个队伍的挑战 好吧 这个点名已经点完了 硬汉点的是十年老兵 X队点的天堂榴莲 最C BO几 BO3 下次多点大众 下次多点大众的嘛 嗯 也可以啊 最后留四只也行 对 那这个硬汉跟X 应该是关押 就是第一第二吧 嗯 因为这也是我们第一次 在直播当中看到 硬汉的一个表现 嗯 第一次看到大众 今天输了有奖金吗 应该有吧 他们大众赛道也有奖金吗 这是路人王 对 这是真正纯正路人王 好不好 左边 这硬汉 硬汉是这波 就是硬汉的同学 应该是呃 就是大众赛道上来的 那硬汉能不能去延续刚才大众赛道的荣光 因为毕竟这次队伍的话呢 是大众赛道的 然后大众赛道很巧的一个点是 刚才有两把1v1 懂吧 刚才有两把1v1 全部都是大众赛道的人 把主播队 把主播给给按了 好不好 很猛啊 毕竟我觉得大众赛道 真的是高手在民间 就单挑的话 单单挑都是那个大众赛道就赢了 刚才 就已经三千支队伍了 是 所以说他们是什么 一千五百分之一 大众的赛道 队伍应该更多 八打八 但是理论上来讲 大众赛道的人 呃 大众赛道的同学 应该是没有主播赛道的猛 好不好 这主播赛道 基本上是平台精英啊 他最起码在一个领域里面 打了很多把 那大众赛道的优势 就可能这五个兄弟 经常一起玩 玩的默契度 实在是太足了 毕竟他可以用自己的健全 来快速支援 大前辈 现在是抖音大前辈 输了就没了呀 现在你们就自己去猜码 到底是大众赛道的 迎面更高一点 还是主播赛道 打野 这一步就碰到了 可以啊 看起来打得还像模像样的 这不会是从 千万场战队里面脱颖而出的 硬汉队 而对抗 如果你这不好说啊 说不定真的有黑马 然后下一个 X战队是真的有点猛啊 他打的是天堂队 天堂队在我的印象里面 实力很强啊 你们有印象吗 就是天堂天堂 两个天堂队吧 都很厉害啊 哪边是大众赛道的 硬汉是大众赛道的 十年老兵是主播赛道的 要发挥好哪吒和刘邦的 这哪吒就刘邦是有东西的呀 这两个直接撞那个公孙林 公孙林是比较难活的 这样其实他们的伤害也够 把公孙林给冠塞甚至击败 大众赛道要打多少把才晋级 你要自己想嘛 他大众赛道有几千支队伍 然后打到最后只剩两支队伍了 我感觉战况还是比较胶着的 在这种胶着的战况下 最后能赢 最后是两支队伍留下来了 应该是实力还是有的 其实我倒突然想到一个点 就大众赛道的队伍 其实更多的是平常的游戏打手 或者他们的平常的好友 可能佩合度会 什么是十年老兵 因为因为硬汉点的十年老兵啊 他觉得他们能把这个十年老兵的位置给挤下来啊 就他们自己点的啊 自己点的 有回应 没有回应 这哪吒就只用安心先刷 谢谢天泽要早睡 谢谢 感谢逍遥 硬汉肯定能赢 反正硬汉 硬汉打到比赛场次肯定是很多的 昨天老兵差点被小兵秀了嘛 是吧 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看没有啊 昨天老兵差点被小兵秀了 那一把打到他汗流夹背 在后面两把还是比较顺利的拿下了 在手感如此火热的老兵之下 他们还要 依旧 要点这个老兵战斗 但其实对于 硬汉肯定是准备好了什么 对吧 决赛肯定不是 要靠打野为止 去对自己为止一个反抗 谢谢C7谢谢赢 兄弟们双击点点赞 牛追播好像倒了 可以省现有点白交 追播牛魔已经倒了 视频发了呀 昨天那个小兵怎么绕过去的 我已经发视频了 昨天不知道 没有看明白了 可以看一看啊 好 我们再抽一台手机 兄弟们双击点点赞 左上角手机 放在左上角复带了 可以这一手黄牌 定了过去还差一点血量 达不死 下路的防御台已经压了 我们看到硬汉队伍 展现出来的整体实力 还是很不错的 打招二一炸一下 流氓死不了 上路防御台 有牛大巨手了 还是BO3吗 是BO3 左上角的伏带放着手机了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直接小顶 考的这一波黄牌加大招 下路拿下 牛膜没有二技能 还得再跑一段路 硬汉队伍确实是有实力的 好吧 现在一直说话 有两个解说 这根大招 直接往下蹲 看王兆军 闪现过去 给了一技能 给了二技能 没有给到大招 再有二技能 最后给了二技能 非常稳健的王兆军 让我们记得 他是人机005 这的话局面上 虽然是硬汉队伍 多拿一个人头 但整体经济是低了一千的 硬汉队伍是路人王 画面好小 把那个游戏 把右下角有个展开画面 点一下就可以有大画面 这就是买一送一 这可爱五哥 这波打完后 两边经济还是拉平了 下路多拿个防御塔 屏幕有问题 画面小的有两个你 画面小的有两个 我是什么意思 解说声音又太大了 昨天不是说 解说声音很小吗 解说声音很大吗 比例不对 画面有点没拉长了 啥意思 那这个双屏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 那你可能用的软件不一样吧 你再不统一来抖音来看 你不要在西瓜视频 不用在西瓜视频 还有头条看了 毕竟在抖音直播呀 画面游戏画面看得清楚就行了 不用管我的脸怎么样 你听我的声就行了 混响很高 关注比赛吧 关注比赛了 哎大招回顶 这的猫 残了 我感觉说往后面打 这个哪吒打的画面感会很足啊 亚连大招盖下来 直接抬住了汪昭军 这边牛沫二伞顶了一下 一个大招在台北 黄牌也打到 插最后一下 注意刘邦二级的一手普通鸡 就可以 二级的过去三线 一手普通鸡带走了 那这样的话 整体来说应该是一个一换一 一换一 中路塔也没有掉 能 这一波 十年老兵还要进红buff 应该是不好守了 哎 这个这个点解好像打的输出量很高啊 黄牌盯住了 盯住了这个 孟徐 留不住了 算了 我觉得好像两面手法啊 个人实力来说不是很虚啊 你有没有感觉到 就正面团战是打的有来有回的 那这样的话 硬看队伍到后面接团呢 接团他容错率高啊 有哪吒 有刘邦 好打呀 大退一下就好了 大退再进 现在是挑战赛 由这个由这个主大众赛道 上千千万支队伍里面脱颖而出的硬汉队 在今天 他决定要把十年老兵给扯下来 他觉得十年老兵比较好打 如果他打赢了的话 他们就是八强了 一个大招 盖了 可以溜了 来看看积分玩法啊积分玩法 这么多兄弟都觉得从大众赛道上来的硬汉队伍会赢得比赛比赛的胜利 注意这波烫应该是烫死了 把插出了一块血 直接哪吒的真伤给烫死了 正面 孟奇被大招 被大招持续减速黄牌被盯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 再赚一手 这估计还被烫死 哪吒 站了出来 好不好 哪吒 到位 三杀 厉害 三万四 三万四 亚联下来 一技能抬飞 还行 哪吒打得非常有画面 哪吒 我作为国服哪吒 我承认他这个哪吒是会玩的 好吗 而且他们俩是真的很肉 因为看到正面的时候 当时是刘邦和哪吒两个人 然后是中文堂了四个人的伤害 严谨也很稳的 是不是 这个统帅的宗师 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这个兄弟他打输出打得非常稳健 而且他的黄牌命中率很高 然后刘邦下来之后 他就是双盾 而且哪吒现在 人口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哪吒现在经济七千五 全场的一号位 直接出了一个选拨 还有魔力斗篷 这阿里好像在这个环境里面 比较难生存 这刘邦加哪吒就要充足阿里 阿里是没有空间输出的 开局稳到现在 是的呀 这迪安杰是一直稳一直稳 而且他更稳的是 他把这个魔力斗篷给做了 这边大招回推 带大闪接二技能 小的猫虽然被拉了一手盾 还是倒了 那现在没有人能管住这个 哪吒吗 这个哪吒弹了 两架防御塔 给了个二技能 兄弟帮哪吒弹拆火了一下 还要回去打吗 雪某之路顶了起来 牛魔又顶了进去 这一波对面全部都掺血 这个点结 带这个红帽和一只点子 他最后一下 最后一下摸到了 可以 非常犀利的进攻 好吗 这哪吒的回顶 接上牛魔的combo 打着对面的炸弹猫 非常难受 这路人王战队 确实有东西 路人王会玩 下路怎么说 这边大招直接盖了 盖了 伤起伤起 并定了一下 牛邦也给大招 那这一波只是为了强行压塔了 是吧 打个状态人走了 那后面怎么办呢 这个能到这个点 没有人能处理啊 因为能到太肥了 加上牛邦两个人 直升机套路 没有人管得住哪吒了 红巴扶 把这梦基撑下来了 谢谢沙瑶 感觉小猫 刘邦出了一批 是的呀 刘邦现在就是出这个 法术装啊 半肉法术装 红灵斗篷 加上日幕 日幕加上那个 十字元 加上巫术法杖 就可以秒失一位了 待会他那个落地 二一伞接炸 能直接把这个 公孙力给抬走 你如果让刘邦刷起来的话 怎么说 杀鹿也是被压掉了 别人结的输出非常稳健 好吗 所以说后期在打团的时候 我觉得十年老兵可能还是要 他为了防止那个炸弹猫炸他 接不了团 直接率先做了魔力斗篷 确实很难去碰到对面的后排 敌人结的话 他现在已经把自己的魔力斗篷 有说法 最后有件 在补个破晓的神装冲击 现在现在鸡炸 他几乎是没有太大伤害 有一个魔力斗篷的 而且亚连 包括老兵被挑战了呀 是的呀 龙兵在哪 把爱情 牛魔会玩 你一开始就说了 这个牛魔不会玩 牛魔那个闪现 直接这个闪现位移 牵坟了 你就是疯狂的点这个牛魔 这个牛魔好像还不如我 但后面的牛魔 基本上稳定接控制 接得非常稳健 他那个二技能加闪现 配合牛邦的回顶 都非常稳 牛魔大国标 真的假的 好像小国标吧 好 前压位置 连结开始可以塔外点塔了 牛选的塔外点塔 这边 哪吒 在准备锁人了 上路的龙兵 迎运了过去 好 闪现 开两个 开两个大招 直接把人压开 王朝军 王朝军 王朝军二技能 大招也丢了 这边压连 盖着大招下来 牛邦给大 那这波 哇 直接晕两个 还要打吗 可以 那这的话把这个老兵队伍的血线全部压缠了 还是达到他们战略目的了 上路的塔已经推了 连结要神装了 差不多了 小国标 小国标的牛掌 可以 这个挑战赛什么意思 左边的硬汉队 是从我们当时报名 不是有主播赛道 有主 有主播赛道 有大众赛道吗 然后他们这个大众赛道 有上千支队伍嘛 然后最后打出来了两支 两支队伍 就是硬汉队跟X队 然后他们今晚就有机会选择去挑战 主播八强嘛 好 这波看一下 两个人直接落地下来 看了没 直接把那个 公孙黎打成这个血线了 但是公孙黎 凭借自己的换伞 一直拉扯 在最后他这个真伤 好像被烫死了 哎呀 确实难苦啊 公孙黎两坨大肉 顶在他脸上 打了个半天 真伤的烫死他了 所以公孙黎活不下来 就是 最后就是由上千支队伍 脱颖而出的硬汉队伍跟X队伍 他们来做一个今晚的挑战 然后硬汉队伍觉得 他们能战胜十年老兵 所以他们点名点了十年老兵 好吧 那这样看来的话 确实在这一把这么大优势情况下 可能真的他们要拿下 第一把了 打招 还行 把主宰一拿 现在去拿暴军就行了 大众赛道这么牛啊 那大众赛道几千支队伍打出来的呀 那主播赛道差不多都是 几百支吧 这个量级不一样 所以说大众赛道正所谓高手在民间嘛 而且今天那个大众赛道出来的EV1 好像把主播的EV1都都按了啊 都打赢了 这两个点子 他们哪吒和敌人街都已经站起来了 而且看到 EV1赛道起什么作用 因为有些兄弟是喜欢玩EV1嘛 他们就打EV1 看他的装备就很明显 就中单最工具的几个装备 其实就是梦魇 加一个兵杖 再有时候下一架 如果他 嘎嘎强 然后再补一个面具 也可能是阵容特别猛啊 这个阵容确实好打 这个哪吒家刘邦 嗷乱冲 EV1没有直播吗 EV1直播太短了 这不太适合直播 可能在这个 这个后半段 再后半段一点再直播 因为现在我基本上投屏 刚投完 然后两个人都已经打结束了 我没有预估到这个EV1强度 就是EV1的那个精彩度 可能要到后半段才更精彩 这边大招直接扫顶 看一下两个人被控了一波 这边哪吒迎进场了 看哪吒 乱跳 跳着防御塔 完全不怕 还过去一手 真伤直接把后面全都冲烂了 正面亚人完全顶不住 这个敌人阶的伤害 下路防御塔也推了 我们看到这个硬汉队伍 没有一个人倒下 那这样的话 带着兵线 应该就是能一波掉了 还有兵线 就到水晶三围之内 让我们高兴 应看 应看有点东西 是的 今天点明挑战赛的第一局 我们大众组的队伍 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我只能说 这大众赛道 这粉丝那真的是 卧虎藏楼 可不吗 目前的一支大战组 对这主播组的赛事 都是大战组 大众赛道会不会最后 杀出了个黑马啊 因为我们前面海选 全部都只播了 祖国赛道 大众赛道 基本上一场都没有看过 这是我们第一把 看到这个 这个大众赛道的队伍 路人王啊 和祖国可能是一样的 是的 而且可以回过一下 这一局双方哪个对抗 这个哪吒两万二战力 是吗 还可以 跟我的哪吒有的一比 你会哪吒吗 我可太会了 我也是小国标哪吒 给到了铁阿宁 然后大超直接保住了后排 进口攻退合手的一个 而且主要是 硬汉是亚军是吧 很明白 硬汉是亚军 X是冠军 那等于说 四个人都带下半战组 这么猛吗 我知道没有人去看草 亚连这个草丛 但反团战开起来 如果就相当于说 给到他一个切后的机会 这很致命的 但是刘邦一个一个草丛 这是大众赛道的亚军啊 然后篮区侧边的那个草丛 以及篮区的草丛 全部都探干净 把亚连给踩出来 对 这是对于对手的切后 绕后点 做了一个非常强的针对 这也是 那冠军是下个队伍 X队伍是吧 X选择天堂 哦 这是半决赛吗 这不是 这是点名赛 这是点名赛 明天就要开始八进次了 就没有像 我昨天看到他们的比赛 一样大了 大众赛道可以多看 大众赛道看不了 多看了 因为大众赛道 他那个报名 他往后面挤 你不知道谁厉害 谁不厉害 那有的时候 一欧逼 看的是碾压局 就很没意思了 因为有些兄弟 确实特别猛嘛 有些兄弟过来 过来玩的嘛 刚才解说也解说了呀 因为那个主播赛道 他们有一些 有一些门槛的嘛 他必须是那个 在抖音直播 并且有直播时长的 三千只 还是怎么样呢 他们就只能 我直播间声音有这么乱吗 这两天都没有说 我直播有声音有问题 为什么今天不停的说啊 这什么意思啊 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过五官斩右将 披荆斩机来到了 我今天点不跳 我声音很乱吗 来到了印汉的一个赛点局 目前一比零的比分呢 就 赛点一天 还是一个最优先的队 对呀 到可能也觉得 你时间老兵是 对呀 稍微的有一点太过 这个还好啊 这两天不都是这样播的吗 大部分的战术啊 就是很多了 然后今天的话呢 又给点名盯出来了 我转播的声音有问题 我把他们声音开小一点 解说有怀音 不聊这个好不好 五局三胜没有啊 BO3BO3 打两把 反正我觉得硬汉队伍 还是可以的呀 他们的这个描述 双开门 然后那个什么 这个后背如是 加上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 双开门 懂得都懂 接上这个背后 像长了个翅膀 以及他们那个 八块八块腹肌 还有这种超级攻二级 啊 这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这样来描述自己的 硬汉队伍 还有啥来着 他们怎么说来着 好 单手单手引体十个以上 单手十个引体 就一只手这样吊上去 直接可以来十下 打野生撸铁队长 百块腹肌 好吗 中路是爬楼高手 射手是握推 随便60公斤 啊 这握推 随便60公斤 那他还不行 射手还得练 他最起码 是我坐在他脸 我坐在他手上 他能把我推起来 我觉得他这个握推 才练得像样了 好吧 射手还得练啊 他们真的很喜欢炸弹猫 炸弹猫本来就很猛啊 反过来了吗 是要换编了吗 正反手教学 可以 很自信啊 这两手就是刚才的那个阵容了呀 在他猫伤起 在孙上山河哥亚之间进行一个摇摆 这其实也是一群男班 而且是亚本 兄弟们 双击点点赞啊 手机来两分钟开讲了啊 双击点点赞 在左上角 看到没 左上角 有那个红包倒计时 一分多钟的那个福袋啊 你点一下 然后就赶紧参与到我们这个棺材福利里面 在右下角有个放大啊 屏幕放大 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游戏画面了 然后在更多积分玩法里面 可以净猜一下 到底是老兵更猛 还是硬汉更猛 现在大部分兄弟都觉得硬汉 这把要拿下了 那这样的话 他就会顶替这个主播队 拿到八强 八强的资格 然后打一个 打一个后续啊 我去拿个可乐等我一下啊 他把马超的这局确实搬位不够 把这两个球都放出了 而硬汉果然是又搬掉了一个敌人结局 硬拆下死的组合 那其实这个小名能搭配的点 目前为止是被限制了 呃 搬掉公本 哪吒公本 哇还真让我第一轮 我在想在刘邦能搭一个哪吒公本 但是因为第二轮是对手先选 所以就直接都搬掉了 硬汉的打野 那搬公本的话 他硬汉 碰梁水 搬两个射手为止 他现在想在静跟露娜今天这一边摇摆 那静在修改过 现在也是一个四季的英雄 而且他的强度也是非常高的 飞泰人更 操作性更高了 而且也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他可以在不开大的情况下 直接换位到这种领先 拿米月 这就是上一天进掉的原因吗 他的绝活米月 那这个米月走哪边呢 这个 编米月还是打野位置 应该是编 当前的米月我觉得还是颠覆 可能性更大 而神套宾的射手 其实现在有点难题 就莱西奥 包括蒙亚 守约 就是我觉得剩下唯一 唯三 还有加勒吧 能跟小明 但都是下屁了 因为最好的景 都已经被硬汉选了或者搬了 莱西奥 现在外面是双搬了射手 对面手上拿了一个戈亚 如果神套宾选 这个莱西奥的话 其实有点难 因为我们也知道 新版本辅助装的改动之后 是有一个剑影效果的 那这个剑影效果的话呢 是可以解法隐藏在迷雾里面 莱西奥给招成的 是 就是行为之剑 那莱西奥还是锁了 小明 来了 什么 米月 真多假多 米月这个阵容能打吗 米月去打刘邦 感觉刘邦随便出个牧驴头 那应该是打不出那个效果吧 刘邦这边一选 我怎么看都是左边更厉害一点 小明加上莱西奥 这个组合虽然在我们平常不常见 但是你能感觉到莱西奥 如果小明牵制的话 经济发育特别高 三炮接个大招 脆皮就直接嘎 好吧 老兵都是第一局开出 然后就开始连胜 是吗 老兵不倒 排版是不是有问题啊 两个头像 那可能他们这个多屏又出现问题了 老兵不是昨天赢了吗 是啊 他们昨天赢了 但是今天被印翰挑战了呀 印翰觉得他们能把这个八强 八强的一个位置给挤下来 他就选择老兵挤啊 两个头像重新进就好了啊 两个头像重新进就好了 在外面的兄弟赶紧进来啊 福袋在发福袋在发 兄弟们双击点眼赞 双击点眼赞 昨天他们是昨天 昨天老兵不是小被小兵给偷了家 然后后面两把才赢的嘛 第一把是被偷家赢的 第一把偷家输的 没有全局BP吗 没有 就常规BP 比赛是五局三胜吗 不是 是抢二 谁先赢两局谁赢 这里直接往眼去挤啊 闪现直接硬开两个人 把这个把这个刀挤走了 凯的强度如此之高 那赞大猫也是因为抢线 抢到的线直接往红去钻 哎 这个硬汉队伍 你该说不说 这是我们比较少见的 一级的直接赶往这个野区里面钻的队伍啊 那进的话就很伤啊 这把 蓝没有了 后面发育速度会被影响 三野开 这炸的猫 抢中的感觉有了 对不起 我一开始还在纠结 为什么有两个刘邦 好吧 对不起 兄弟们 在那一刹那 我人都看傻了 为什么两个刘邦 在蓝区出现了 怎么个事 你也一样是吧 我当时都看傻了 怎么 怎么的事 右边是大众赛道的吗 是的 右边是大众赛道的 好吧 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是路人王 几千支队伍里面 打到最后的亚军 硬汉队 我都没办法想象 X队有多强了 这亚军都已经这么有组织 跟手法了 那大众赛道的冠军 好吧 大众赛道的冠军 真的是高手在民间了 下路已经打 可以 这波是刘邦传大招 打了一个双杀 刚吹完后 银行队伍倒了两个 完了 他们这下路 可能有点小炸了 好不好 老兵战队还在告诉你 主播 主播战队的实力 主播战队的实力 有两个大仙的 这个退了进一下就好了 退了进一下就好了 那刘邦就第一波 刚才直接放线了 就没有去跟李越 打抢队线 打招 开炸 压血线 对面有这个小明 回复量还是很高的 是吧 小明靠被动 AA 就不行能回上来 刘邦谁选谁赢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好吧 我打比赛 我一定如果编路 能选刘邦 必选刘邦 刘邦太强了 因为李越的话 像之前我们那一局 这一波大招开始盖 二一打个反手 击飞的时候被霸起 又是一个大招 可以 那这一波沈凤西 又带着队友 把这个下路的这个烈士 给打了回来 这来笑要好好发育 他来笑起不来的话 小明牵着他 后面打不出那种压制力 强个毛 一个铝布就废了 我这差点 下路 原流之法 直接大招 加二技能 直接电死了 下路的这个战况 爆发的有点频繁了 这原流之子 伤害还是很高的 所以因为你们 这个可能碰到 原流之子比较少 不知道他爆发 到底有多高 但这个英雄 他只要这个 所有技能都打满了 肯定还是可以秒的 那这样的话 有硬汉队伍 这些 率先站在龙坑 我们看一下 刘邦传了下来 进行那个拆虎 这边 一直拉开了 看来笑 现在开始上个发挥了 走过去 两手啊 这边 一伤普通攻击 原流之子 抬走了这个凯 还能包到吗 应该包不到了 二伞 直接切掉 桑奇倒了 刘邦 二伞 接普通攻击 但这边实在是 拉扯了太久 顺势还把这个 中塔给推了 那这样的话 老兵队伍 是吧 既然能作为主播 站到现在这个八强 那肯定是不能被别人 按着打的吧 宇悦 人流之子 比较伤的就是 他被人 突到脸上 他没有什么办法 这里两个人 这又是一套带走了 导播切得好啊 每次就只让我看 击杀画面 也不看一下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好 这样的话 这个歌牙 是看明白了 歌牙是直接 补了个抵抗之邪 还行啊 导播在慢慢热身啊 最起码 他是让我看到了 击杀 之前都是直接 只有击杀播报 看不到 现在已经能看到个影子了 这哥亚费了呀 是的 他倒了倒了三次了 三千八的经济 你看一下这个 来笑 来笑四千一 其实也还好 还可以接受 经济在慢慢补 米月这一波没有大招 被这个劲 逮到了机会 对就刚才我们在聊 米月的强制点 在于自己带线 然后首先 能带通天最好 带不通天 把自己经济抓起来 再到团战 再到猫的经济是三千五 对面原流之法是三千八 都还行 主要是看静啊 静的经济四千二 然后让来笑 在反补其他的对抗 这个节奏 就完全让时间 好 静肯定如果有手法的话 还是猛 但这个英雄 比较难练 散落 整体来说 肯定是 硬汉队伍稍微 逆风一点 这不还要接吗 凯直接到脸上 开了个大招 在往那边挤 刘邦落地下来 准备传一手 近视瞬间倒了 那这一手 这个刘邦 在前面挨打 也追也追不到 两边都是打了个互换 打也是 打也 哎 哎呦 我真是有时候看不清楚 到底哪边是刘邦 哪边 就是有点不好解除啊 这最后一看 原来是老兵的劲倒了 现在只能说来笑的装备 还没起来 他发挥不出来那种效果 来笑如果真的装备 碾压的话 他带着小明 carry能力还是很强的 他这个弹度 对于自己的弹度 还是很自信的 你又国一镜了 怎么我 怎么今天有人 天天跟着吹的 你下次 你下次报名参加比赛 好吧 好吧 你报名参加比赛 你打比赛 不要总在下面吹了 如果你是国一镜 那我要是谁呢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其实原料之子 现在的强度 我感觉就一般嘛 也不是说特别猛 他们就还是要保着 老兵队伍 还是要保着来笑打 这莱西奥三件套后 带着小明 还是很有画面的 你到时候看就知道了 我一直觉得莱西奥 莱西奥这个英雄是能玩的 但是好像大部分兄弟 觉得莱西奥这个缺点 还是比较明显的 原来莱西奥就是 原来莱西奥玩出来 就是因为没有射手会跟他嘛 所以说 所以说他对线会特别难受 但我感觉现在基本上射手 都会跟着 辅助都会跟着射手 就还是比较好起来的 在九分钟这个时间点 有硬汉队伍卡住了龙区 看一下静 在进行一个单切 单切的时候 刘邦把刘邦给带了过来 但这一波 在飞链神的过程 被拍飞了 这里换位换来换去 让这个凯琢磨不透 还不错啊 静有手法 他单切到这个 单切到戈亚 打了一个掉点 那这样的话 经济是拉开了小两千 也没关系 来笑也在稳健发育 硬汉队伍现在 现在这 这个这支敏玥还没有 打出 他应该有的效果 是吧 他们这把就很清晰嘛 这个敏玥一定要通天带 把上路给带穿 但目前来说 只是带掉了一个外塔 还有一个内塔的一半管血 割牙老师掉点 太好切了呀 当起保他也不是特别好保 这里散现牌 大招霸体强堵 是不是 来笑现在丢大的时候 是有霸体的 好的现在正面 正面开始去打这个暴军 路口已经是卡住了 进大招落地下来 这样的话把进给大招给骗出来了 后面还要打吗 想了一想先过中路线 中路线已经往前面再压了 进这波出来没有大招 但这个打龙效率有点快 这边卡 开了哪招挤了进去 两边往前面顶 但卡好像让你扛不住啊 这个来笑伤害也挺高了 看到没 一炮大招 轰堵啊 干嘛 可以 这个来笑已经逐渐感觉有了 现在在把这个破晓一捕 马上你就要感觉到这个来笑 三发普通攻击 接大招 抬走 抬走这个脆皮了 后面就应该是带了 到了这个来笑的快乐时光了 好吗 一个龙兵的加持 我说实话 这波双方的博弈 就在于刘邦对于米薛 来笑八千一的经济 比对面的戈亚高了 呃 一千了 因为刘邦在上路 罩到了米薛的 伤害要起来了 刘邦可以随时传 而且米薛没有任何的硬控 没法打断 所以说他就可以似乎激赛的动龙 如果这面战场 一旦有变 就看到他很稳 一直没 经济三千 他再给 给个大招 你现在感觉到那个凯 往前面走 来笑也是点得动了 就恒蓝buff全吃 可以 还在补什么呢 数据之枪 要补足之功吗 这里的话 米薛开始硬推 有点推不动的 他这个单带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 就米薛单带 没有那么强的这种 压迫感了 我称之为硬汉式打法 这些硬汉 就是老六打法 他们经济 这个米薛肯定还是高的 因为他经常在担待 但刘邦在支援上面 也拿到人头 哇 天哪 看了没 现在这个来笑 就已经开始不讲道理了 三发普通攻击 压血线 给大招有斩杀效果 直接抬走 那这的话 又打了一个辅助的调点 他们这波主宰肯定是有了 这个伤害 伤害根本卡不住 而且他对你伤害的把控 还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米薛 好像昨天也是有有队伍 把米薛选出来 就是为了打刘邦 但我感觉效果不好 老夫子打刘邦 不是更好一点吗 对吧 如果是功能一样的话 我感觉还是老夫子好用一点 这波下落 导播快切导播 好 捏了个 捏了个炮车 把攻击力吸了起来 但这个时候 原流之子的伤害很高 现在手里还捏着大招 捏着大招 瞬间大招的时候 被抬走了 那这样的话 辅助跟这个编路 持续的掉点 有点难受了 我想到这一波 刘邦传走了之后 队友直接过来支援 他大招也用完了 那肯定是走不掉 刘邦可以跑 他跑不掉 大乔打刘邦 大乔打刘邦 其实有的时候也慢了 那刘邦落地 那一刹那 就其实你在开大招 把人摇过来 都已经来不及了 标准出装 后面把无数法杖一做 这个盖是活不下来的 好吧 看刘邦的装备 刘邦马上把无数法杖做了 他等下二一闪 二一闪 炸一下 A一下 这个射手就死了 作用不大 他现在 还是想要靠一个边线的牵制 就尽量地骗走对面的人 再怎么说 这里凯 哇 开了大招 凯瞬间差不多要融化了 伤其奶了一口 伤其倒了 那这样的话 上路还有一只龙兵 中路的兵也过来了 这把十年老兵 还是捍卫了自己 八强的位置 硬汉 应该是接不住了 好不好 正面的米越 提供不了太多战力 没有凸脸的英雄 让圆流智子 特别好发挥 就圆流智子 不行的顶大招 对面的前排 应该是扛不住的 他们上一把用哪吒加刘邦 飞出来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但这把没有再执行说 能拿到刘邦跟哪吒 因为哪吒已经开始被搬了 知道右边天天开心 这个兄弟 右边的玉泥兄弟 玩哪吒还是比较熟练的 而且来教已经 还没神装 差最后一个魔女走棚 要用魔女帮一下 什么鸡和米越 两个点 这里二技能连住 但已经感觉到 打人不是特别痛了 我们看一下刘邦 加了个盾 二技能A一下 还没有A 被反手连住 大招直接逃走 现已经过去了 这边圆流智子 用大招强逼 强逼位置 没有人能拿圆流智子 有办法呀 没有刺客 圆流智子打伤害的位 输出 就打伤害太简单了 大招一挂就行了 而且他们现在团战其实挺好的 就是 净可以大胆的往前飞 包括 别流之子来笑 这些碰个伤害 这里 能不能找到一波机会 银行对我 大招 起草 台飞 就打的是谁 没看懂啊 明是引导了 凯 被这个电弯火车一直在吃 凯也是难受 打掉点了 进 怎么说 米月 要跳走吗 跳走了 那这样的话要被包了吧 但是凯 走了过去 阿基人黏到了 这波阿基人很关键 对着吸 把攻击力吸完了 炸弹猫 炸弹猫也是想先拉开 走走走走 打不了了 这鹰汉捕捉机会的能力 还是想找机会 就把局面给打回来 进进进 完了完了 哥牙 哥牙融化了 哥牙 耶耶 大招 换位 哇 瞬间炸 恐怖游戏 我觉得哥牙 进草的一刹大 刘邦也进了 那这把我感觉 应该是没有了 凯后面是纯矮打的 你看一下 这个竹子一开 乱按 然后这个米月 米月好像又打了 一个吊点 还行啊 这米月 站了出来 虽然是一个 这个二换一 但最起码 不至于被一拨 射手为止 哥牙不在 但是正面的话 但正面的话 怎么处理这个呢 正面怎么处理 这个射手呢 我看了一下 这个场上的战力啊 小明带这个射手 是没法打的呀 到脸上就直接残血了 你看你看啊 注意啊 注意这个 这个射手的伤害 不过好在 有水冒机的 清界能力 是成功的 把中上的冰 射手应该是六神庄了 我刚才那波静的 那个敦服 就是他当时第一时间 是米月在 竹仔 有说法吗 竹仔 后面 硬汉应该是以为 竹已经撤走 但他没有想到 直接钻到了 小草 后面 红霸图也拿到了 竹仔肯定就是有了 而且桑起的装备 买到的是一个 行招之线 这边 在几位置 还要打吗 米月不在呀 尝试也别尝试 把凯这 开大招顶了进去 我的天 凯瞬间残血 但是又拉了出来 这个凯拉扯 做得非常好啊 凯就是这样玩的 先用大招压位置 打一个分割 把人分割开来了 不要往前面死顶 用一型的 慢慢把水量拉起来 再进去吃伤害 凯就这么玩的 这个凯还是玩的不错的 水量控的比较好啊 他如果进去 就是谁也没摸到 然后做一些 无关紧要的输出 就没有必要 因为你不是输出凯 你是肉凯 你是压位置的 你大招开了后 就是要把对面的 C位往后压 然后打一个战场 切割啊 这边看一下 闪现拍 拍了个明示银 明示银怎么说 残血的明示银 这里也这里也 想救明示银 还好没落下来啊 凯又是一个残血逃生 那这波拉扯 又做得很到位 打了一个连续掉点 再控一个暴军 局面还有得说 硬汉 把这个局面给稳下来了 还行 还行 狠敢打 狠敢打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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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还要吗 还要吗 这个刘邦下来 被大招灌出了 刘邦也是很远走了 看你来笑 上天的时候 波甲虽然换了出来 波甲就直接 这个跟自己倒了 还是太想找机会了 有点急啊 有点急 再这么打下去 银行真的要翻盘了 注意进进进进的位置 一二 大招 别和闪现走了 撤吧 在这个位置 好像也是一波掉点的 走不掉了 哎呀 这断送好局 愿老兵 断送好局啊 那这样的话 凭借这一波 能怒补一口经济 两边经济就直接拉平了 结果自己留在龙坑 然后那个时候刘邦明白 完了 节奏乱了 已经没了 只剩那个闪现 所以刘邦自己通过 被一过墙 想跑一下来笑 然后硬汉一回头 哎呀 坑里边怎么有两个人 然后就把来笑 给收掉了 从塔肯定有了呀 急了 我知道这个莱西奥 他肯定是想找机会的 因为莱西奥 现在这个装备特别好 他几炮轰大招 肯定是能杀的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两个暴击 还是让他这个 没有容错 瞬间倒了 然后两边的选手 都是想通过个人的能力 把这个局面 稍微打回来一点 因为打得很气 两路高地 都已经稳了这么久了 结果敦草被打了一波 这被打了一波 那被打了一波 桑齐怎么说呢 他一闪开大 还是一闪 一闪开 开这个局面 还是很敢开的 下一波20分钟的 风暴龙王 这波凯也是六神装了 风暴龙王了 但唯一的好处是 老兵啊 老兵他们是能把这个 把这个局面给拖下来的 因为他们有两路线的优势 下路的米越开始了 下路的米越开始了 这一波刘邦就很受折磨了 他好像在现在六神装的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单带 就顶着米越的伤害 把这个兵线给清完 那于是乎 他如果要正面传的话 下路的米越 是能直接带着兵线一波的 所以说他们这个时间点 要把握的特别好 那也是这把运气 也是偏向了硬汉的 如果这个风暴龙王 往下路刷的话 就会很难受 结果风暴龙王刷都是上路 他们上路 如果是刷的下路 他们上路也超级兵嘛 就比较难守 结果刷的上路就还好 怎么办呢 现在 然后我们看刘邦啊 为了为了快速秒人的话 他也他居然换了一双法穿鞋 法穿鞋的话 就是真的是要 就是要把别人秒了 这边换位 神医器团 准备打掉点了吧 最后一口血活了下来 这里也来 西奥 开始正面荒野 接大张 你干嘛 倒不 完了 还没看清楚啊 闪现拉开 直接贴脸 所以有复合侠 复合侠起来了 还能再救一下 下路的兵线怎么办 这边 静 直接二一技能把炮车给清了 正面团战怎么说 正面团战好像来一下 也是打赢了 他凭借这个小明的一口治疗 加上这个明刀 因此活动的最后 我感觉实力老兵 应该是能把这把 给终结掉的 应该都是打了一个 复守不及的 可以 赢了啊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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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炮车 实在是清不要了 给了大招 守不住啊 复合甲换了出来 起身一个名刀 起身一个名刀 滚上去 还插这么一下 什么 十年老兵 带着小兵 拿下了这把 搬平 搬平了啊 搬平了 这米月最后 还是发挥出来了 本来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米月选出来 有什么用 那前面的话 前面他装备 没有成型的话 刘邦是可以 顶着米月的伤害 硬是二一技能 清完兵 然后再大招溜的 那米月就做不了事情了 现在的米月 到六成庄后 那个刘邦是没办法 顶着就是顶着 那个米月的伤害 把兵线给清了 所以就打得比较 拉扯的比较难受 然后进回房以后 刘邦也赶来支援 把米月给限制住 而且我们看到 当时蓝色方 说的双击点点赞 双击点点赞 我们点到一千万赞 再给大家戳台手机 现在五百八十四万赞 双击再点一点 点击屏幕 左上角伏带 可以参与一手 右下角有一个进拆玩法 我看一下上一把 应该是多少兄弟倒下了 大部分兄弟 都是拆的这个十年老兵 那还没有倒下 本来这个 这个觉得这个十年老兵 都要嘎了的 有来有回 很精彩 那到最后一 到今天 他们的这个队局的 关键局了 在英雄抢路上 其实刘邦在团战中 也能比米月贡献 更大的作用 我是觉得 他们应该是当时 最后一波的 正面四人团战中 有点拖击 BO几啊 BO3 这把决定 他们谁能留在 这个八强的席位了 兄弟们 抢二 对 抢二 对吧 队长 中二六花 5-0-5 然后圆流智子 在整场比赛 打的伤害 打的伤害量 肯定是特别高的呀 我看他也没有失误过 那个大招 垫的那个凯 特别难受 就但凡换别的打野过来 这个随便要被垫死了 古的一个KDA 还是比较华丽的 很高 果然是刘邦 中二六花的刘邦 好吧 我没接触的话 非常稳健 大招传的非常好 二伞开的也非常好 他的个人表现也很亮眼 这后面基本上 这个会玩的刘邦 都不带斩杀的 而是带产线 带产线 带产线 带产线法术装一套 是直接能秒失意味的 决胜局要到了 英汉队伍还是 也打得挺有韧性的 这个队伍 然后我觉得 称夺最大的是刘邦 下一局是 十年老兵是在 全局BP吗 不是 是常规BP 斩杀都是炸鱼 要看嘛 你是穿越回来的 这把老兵要赢 是吗 行 后面还有比赛吗 有啊 你现在看到的 英汉队是大众赛道的亚军 亚军点名要打老边 好吧 冠军是X队伍 下一场是冠军 就是大众赛道的冠军 X队伍 他们点名打得天堂留恋 天堂 留恋 其他位置 刚才几局常见的陈蒙熙 包括第二局的一个 体系 还是要看一下他们怎么 因为他们会摇到一个蓝色方法 蓝色方法 就用一个优先的选择权 以后不要叫这个名字了 名字真是难念 你要说哈 硬汉队 你再看看 你再看看 好吧 这路人王 路人王亚军 VS 八强主播 而且你们刚开始 一开始还那么心疼 好吧 心疼 心疼老兵队 说什么 人家这个大众赛道的亚军 那不是随便打这个十年老兵 是不是 但这一把你看起来 老兵是那么好被欺负的吗 反手回敬了一波 你看明白了吗 老弟 你好像就是作为八强 就是现在 现在这个最高历史战绩 八强的老兵 好像有点 有点打不过这个 大众赛道的亚军 你再看看 主播的荣誉 其实那么好被撼动呢 感谢宇军罪 谢谢你 很猛的 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排面是拉满的 如果你这个 最后是冠亚军 冠亚军 是有资料框的 就是你点开那个资料框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还有头像框 排面 凹凹满 好吧 我都想去要一个了 我说你们给我也发一个 虽然我不是冠军 你们给我发一个 这个东西啊 就很厉害 我把专属头像框 专属资料卡 你打开游戏 别人点你的 那个效果都不一样 哇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从来没有看过啊 怎么办 很有排面的 我也想要一个 我到时候看 厉不厉害 刘邦肯定在搬了吧 是目前来看哪边 刘邦哪边赢 今晚是八进四嘛 不是今晚是大宗赛道 挑战主播赛道 路人王挑战主播 要把主播给拉下马 赢了的话 这个硬汉就继承了 十年老兵的位置 他们打 他们后面打八进四 我刚才差点以为 十年老兵要一选那班 好吧 大中赛道两个队伍啊 兄弟们双击点点赞 现在点赞来到了 现在点赞来到了 七百二十二万 点点赞 到一千万 给他再抽台手机 好吗 有个主播叫张大仙的 他没组队参赛吗 主播去拍东西了 不方便参赛 好吧 主播的哪吒 在这个局里面 嘎嘎乱杀 不太好 好吗 主播有绝活 而且我这个绝活 我暴露的太深了 就大家都知道 大家知道 他一帮我不好操作 你知道吗 是抢夺 对是抢夺 米月 还是把米月给搬了 这两边都会玩米月 好吧 这个中二六花 它是一个三 拿了三十多次 大国标的米月 米月绝活哥 咋说 这不拿哪吒 硬汉队 对不对 好不好 我 我等一下回来 我看都不用看 他肯定拿哪吒 我觉得在搬一个亚连下车 也是有可能搬 给对抗部的强占边一些限制 那后两手搬 我也是给到了 王昭静和沈盟 嫌疑汉的话 搬掉大司命 限制一下对方的强势打野 而且大司命对于夏沃敦 是一个算计版Hunter 双方都互相 两步相让 这个莫子走哪里啊 没有能够分给他的对抗 没有能够分给他的边路了吧 我觉得得摇 当时虽然之前 他们好像也亮过莫子 当时有可能要摇到对抗 但中部和辅助都已经出了 这个莫子不能走对抗路吧 而且如果选了莫子 他们阵容的法术伤害太高了 四个人都有法杖 这样就逼硬汉一人一剑魔女 应该要换个黄铁吧 强占边 黄铁 亚连硬汉就可以拿 亚连配夏沃敦 这也是非常经典 在这个版本的两T0 谈以加占边的T0组合 中部辅一个不知火舞 对于公孙黎的限制很高不高 三冲脸英雄 然后再配合像孙命的一个时光回溯 他们充电的成本就会大胆的降低 这个英雄的话呢 这个阵容就会博他们第一局的一个思路了 在《十年老迷》这边才差最后一个打野位置 我觉得 看应汉的中单大桥 也可以 但是大桥的话今天是削弱 他的大招不像之前一样的东西 停下来一个刀 对他大招现在只能给队友和自己套一个盾 大桥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孙命大桥这两个英雄 什么 怎么可能呢 哪吒绝合歌不玩哪吒 那当我没说啊 不可能吧 像这种关键局 我一定拿哪吒 我觉得哪吒很稳 很好打呀 对面这个阵容不是哪吒乱飞吗 虽然成绩可能会有一点限制 真的不假的 你确定要把老虎在这种关键局 真的说老虎 我的妈呀 好吧 这硬汉队伍还会打大桥体系 这么猛吗 迪然杰肯定很稳的 我们第一把的时候看迪然杰 发挥非常稳定 黄牌很准 然后压线能力很强 一个迪然杰看他厉不厉害 就看他四分钟能不能把那个防御塔给磨掉 好吧 那就对线能力就是比较优秀的了 一般如果你选了个迪然杰 你这打了个半天 八分钟下入塔还没打完 还是个逆风对线 那那那完蛋了 你玩迪然杰就在推塔了 就玩迪然杰一定要自信 那个三就是一排两排 接三排 那个三排就是你打对心优势的小套路 对吧 你三排穿得好 就是能穿到对面 穿到对面的射手 你就能把这个血线给压下来 就很厉害 那我说这么多 我的迪然杰效果怎么样呢 我的迪然杰就是差不多三排全拉 黄牌丢不中 所以我不玩迪然杰知道吧 我推荐你们玩 但我不玩 我相信这个迪然杰在四到六分钟 应该是能把下路给压出来了 这一波直接进野区 但是你要不要小看 下猴的坎度 下猴 嗷嗷肉 这波传回去 再过来老虎带着入侵 这个来骂 我怎么说导播你看嘛 那边那边 上一局也是 哎 我真的是哎呀 看什么呢 我看上路 哇 大妈呀 哎呀 这导播呀 都没拿到 应该是拉脱了 但刚才真的很想看一下 有点可惜 就 可以 那我感觉老虎应该是反到这个蓝buff了吧 打回家的时间 然后去想反这个蓝 但是 江湖墩有大桥的电梯快速 怎么说 嗯 但是真机这个英雄 可能相对来说 比较适配型的老虎的主 但之前 我还没有看啊 他守下来了 守下来了 好吧 这一波在这个野区的争夺之中 还是扛住的压力 好吧 这一手惩戒捏得非常稳 如果这个蓝背拿了的话很伤 因为下火还是需要蓝buff来提速 他本来是个肉眼 刷的就慢 没有这个蓝buff刷的更慢 老虎的这一波进攻节奏 没有完成 导播是我亲戚吧 导播真不是我亲戚 好下路 看一下打得怎么样 放的是一个这个针基 放着针基来下路的 注意他的穿牌啊 穿透牌 穿 一二 找角度 穿 老虎节奏非常厉害 节奏非常厉害 能感觉到他这个进攻 进攻欲望下路也打开了 可以老火这波赶 在这种关键赛点选出来 还是有实力的 这导播挺会折磨人的 江还是老的啦 让他们找到机会 而且他们在前期 这两波 好 看到没 这下路已经开始磨到差不多半血了 还要组织一波进攻 这波进攻不好进去了 蓝buff还是守住了 但是这波也是看到了 但我们看到老虎整体的节奏 好不好 整体的路线感非常强 还是很稳 即使这个前面没有反到蓝 他是非常稳健的 去把所有的野刷了 然后再转转上路去 把这个亚连给四包一了 就只能看 他们在中期团战的时候 能不能 这里下路被推了个七七八八 把两个人都摇了过来 顺便也下去了 打了一个二 二对二 看一下 这边依旧是穿透 是吧 穿 穿 看没穿 是不是 很好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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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没 又穿到后面 看没 是不是 穿 我就说了 这个敌人节会玩 这就是敌人节应该打出来的效果 懂吧 大家要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感谢怪咖先生 谢谢你 好 贴了脸上 被推了回去 黄牌直接定到了后牌 走吧 还不错 下路的防御塔 已经被磨到一半了 这敌人节的对线 差不多就已经是 正确的节奏 正确的节奏 我的天哪 大桥 一三技能 打到人真的疼 老虎 开始压上线 因为老虎的装备特别好 老虎应该是全场第一 老虎的经济居然没有下猴高 下猴也是特别能刷呀 这个中路兵线都放给他在吃啊 好痒啊 我是人机005 黄牌丢空了一下 二技能 挡了一波击退 四分钟 四分钟到了 全部都在往暴军靠 这一波很关键 下猴用霸体挡掉了这个鸡飞 路口 路口怎么说 路口能挤进去吗 结果路口被针击 一个大招卡住了 我们看一下老虎这招签 哎呀 下猴拿到了 那这的话老虎 啊 记得也用了 老虎黄牌吃了 完了 老虎节奏断了 电阶 好吧 站了出来电阶 好黄牌 像这种黄牌 我有时候打不到 但他打到了 四分钟 四到六分钟 下路防御塔 退掉 对不对 这电阶的标准节奏 这个龙丢的 完了 好吧 龙丢了 人也嘎了 下路塔也掉了 这样的话 硬汉队伍 现在的这个迎面 会稍微大一点 这样节奏又被公寿了 公寿黎 古代是换到了上路 把这个红buff一拿 但老虎其实也要红的 还是让给了公寿黎 由公寿黎起节奏了 因为 因为他这个灵活性比较高啊 他拿到红buff 还是能做事的 可以走了 这是迪安杰的功劳 夏侯功劳也有啊 这无所谓哪个功劳了啊 无所谓谁的功劳 打比赛就不要说谁的功劳了 不然这个队友有的时候 觉得自己挺C 挺秀的 一天的晚都是队友在C 这个心态会很尴尬 知道吧 打就要打团队 正面 大招 压过去 一技能刮到 还能击飞 击飞不到 这边是直接用二技能 把夏侯再传回去了 下路是做了一波换线 换线把塔给换掉了 这里有敌安杰 开始继续压线 怎么说 击飞两个接大招 闪线赶紧拉开 哇 差一点差一点 这没闪过去死了 有点太激进了 算的话 这个大桥 孙兵被包 两边的经济是一样的 两边还是能打的 虽然我们局 场面上是看到的 这个硬汉队伍 压得比较凶 但经济是一样 就可以玩 老虎再不能掉了 老虎再掉的话 节奏就没了 这个炮车不吃吗 炮车给辅助吃 大桥 疯狂找节奏 一三技能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拿到蓝buff 下路 怎么说 一技能打一下 大桥带着人到处逛 上路的兵线 不敢守 怕老虎在旁边 因为老虎没有漏 兵线有红buff 黏到的话 肯定是走不了的 公司李也是拿到防御塔了 两边的防御塔就打平了 打平了开始打中路 下午还是比较怕这个增机的 这边要被包了 能不能预判到 先大招 一大招丢出来的瞬间 马上要走 不然这波肯定走不了了 三三技能起手 孙病被强留 那这样的话 上路亚连是果断某某带 在这一刹呢 如果这个大桥丢大招 他们第一时间选择走的话 应该是走得了的 但是看不到 后面到底有几个人 所以当时在想尝试 兄弟们 现在870万站了 再点点赞 点点赞点到1000 再给他抽台手机 大桥不丢大吗 他们没有判断到 到底后面几个人吗 再说他丢大 按按按走的那个 就是看到桑起的时候 其实丢了大 按也好像按不走了 桑起如果接了个一伞 留两个人就更炸了 这边是直接把那个 孙病卖了 其实也可以接受的 我们看一下积分净差 积分净差 到底觉得哪边会赢 积分净差 是觉得主部队会赢 还是路人王会赢 硬汉 觉得硬汉会赢的 支持率高一点 大概六七成 老兵稳住 好吧 老兵在昨天已经给我们 贡献了很多精彩画面 特别是他们被小兵 偷家的那个画面挺好的 八分钟的龙 让了也可以 觉得不好打一串 下红 我没拿到 赶紧跑吧 上起 还行 这个龙 其实拿不拿到 就还好了 因为八分钟 九分钟的时间点 都OK 在战视野能力上面 我感觉应该是 硬汉队伍比较好战 因为夏侯 开视野能力特别强 这边大招 长流 留一下老虎 伤起 伤起直接倒了 两个手长的人 一战 看一下 夏侯 血量回了起来 这就是夏侯吗 黄牌又定到了 啊 点击好黄牌 那这样的话 是一个 差不多接近 十分钟的掉点 我 再去几次 也就比较难挤了 会玩大桥 还是给的压力 会比较足一点 中路防御塔 能守住吗 这如果大招 被逼出来了 这如果把大招 针机的大招 给逼出来的话 龙就肯定没了 这已经不用 不用把这个大招逼出来了 直接穿头牌 穿了两张 穿在那个 针机脸上 他已经血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 他没有选择回程 想依靠伤起 把自己给奶回来 暴君 龙坑的位置 已经站好了 点击 再往前压 这边一二技能 是直接打残了 这个时候 要不做传统人 回去 花伞 黄牌给接到了 真的假的 你的反应 让我觉得惊人了 这个龙 这个龙有说法吗 哎呀 夏娃娃还是来到了 你看到了吧 刚才这个六花二伞到脸上 结果 迪安杰果断 黄牌盯住 这全部在计算之内 迪安杰 有实力 这黄牌不是说 他到了 到我脸上 我才反应过来的 而是他黄牌一直 按着普通攻击 黄牌故意 一直在瞄着 他是能感觉到 这个 这个 这个狂铁要切他的 所以他黄牌 一直捏在手上 他是看到 就是看到 狂铁按闪现的同时 他大招已经按出去了 只有这样判断 才能才能载掉 可以想打一个掉点 掉点啊 打掉了 还行 但是老鼓能走吗 老虎 老虎扭了一扭 没秒 这个鸡飞给扭掉 弹了出去 这个老虎也死了 迪安杰 这个公司里也倒了 这一手炸弹 估计也能炸死 那这样的话 硬汉队伍迎面很大呀 倒了三个人 一换三 防御塔 外塔应该是 全部被拔掉了 迪安杰 打得很有画面 一个真机子的大招 应该也能轻掉 看一下 下路 这个点能不能去 黏着黄铁 黄铁 下路防御塔怎么办呢 用的一手大招 卡住了兵线 下路的防御塔 已经没有了 这波选择推下塔 等一下再拿龙 柳华也在掉了一波点 现在比分是7比4 经济差 拉开了3000 这龙估计也没有了呀 双龙都是被硬汉队伍控制下来了 这红buff没有 就更伤了 阿里得有个红 才好操作 那这样的话 我感觉 硬汉队伍的迎面 真的很大 1000万了 OK 我们抽台手机给大家 1000万战了 兄弟们 1000万战了 抽台手机 大家可以双击点赞 继续双击点赞 左上角复带 在左上角那个复带 马上有倒计时 9分钟的 红色复带 放着一台这个华为的手机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一下 一千万了 OK 我给他抽的手机 都是512G的呀 不是256G的 512G 还是正儿八景 像玩游戏的呀 都给你想好了 哥们 是怎么把你当兄弟啊 这边 大招 开压 我的天 这个狂铁根本就没办法 切呀 这迪安杰感觉他也切不死 迪安杰出了个半肉桩 上路的防守台也压掉了 在正面想打的时候 这个大桥一三技能 就感觉直接 把攻速力抬了个半血 因为对面的阵容比较脆 他没有那种 那种传统意义上 大前排 你看这把下猴 是吧 探视野 踩视野能力就很强 这为什么 为什么队伍需要有这种肉 这种肉 他他他好踩视野 打得起来就不紧张 你你让狂铁去应当前排 他不好找机会 二伞开团 这边大招被定住 狂铁又被击飞了一下 这个时候 还被亚连又击飞了一下 狂铁大招 吸了一口能量走了 两个边路全部被推掉了 很胶着 我们再看一下经济 也其实还可以打 三千的经济差 可以接受 十四分钟 硬汉选择稳扎稳打 过来拿暴君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众赛道 也是路人王赛道 路人王赛道的亚军 硬汉是亚军 他们打得十年老兵 下一场是 下一场是这个大众赛道 也就是路人王赛道的冠军 对阵天堂流年 看他们能不能继续把握住了 把握住后面还有他们新的真诚 新的真诚 有没有 这边大招 抢起盾 黄牌定到 还往前面挤吗 亚连落下来 哇 打天 能打一个换步 换不了 那这样的话 少了一个狂铁 也开节奏 这就比较难受了 哎哎哎哎 阿里一能不能走 哇太痛了吧 这个这个大桥一三 一三大招 直接跟阿里一半许就没有了 然后亚连他回去 亚连回去还能做传送的固来 这能不能把这个 铁子拖起来 完了 这一波小拍伤起掉了 正面没法接了呀 这个伤害确实不好打 我看一下 再往前面挤 那这样的话 点击的应该直接一波了吧 阿里一 阿里一倒了 主力输出已经没有了 看一下 老虎也倒了 这一波的话 我们让我们恭喜 恭喜 印汉队 好的 印汉队伍 他们还有后续 还有后续 大众赛道的亚军 不是他们的终点 他们还要争夺 整个大先杯的 八强四强 印汉 有东西 谢谢 谢谢 米科的云中梦境 感谢 米科 谢谢 诚诚 老兵有奖励吗 应该有吧 这不愧是 浴血奋战杀上来的 成千支队伍 打到最后的 冠亚军队伍 还是有实力的 而且或者说 不是八强 已经产生了吗 我都说了呀 有大众赛道 有主播赛道 主播赛道的 八强产生了 但是大众赛道 冠亚军也产生了 冠亚军会挑 主播赛道的 两支队伍进行挑战 那作为亚军的 硬汉队伍 他们选的是十年老兵 还有X队伍 X队伍选择了 天堂流年 也就是下把打 下把就是 由这个大众赛道的冠军 X队伍挑战 挑战这个 天堂 点点 好吧 谁赢了 硬汉队伍赢了 从一百多支 主播赛道的队伍当中 顶进了八强 拖延而出 最后倒在了 可惜了 老兵 好吧 可惜了老兵 但是他们还是在 昨天也给我们贡献了 很多精彩画面 好吧 老兵 小兵的火热焦灼 给了他们一个 再进一步的机会 那当然也是给到了 我们主播赛道的 选手们一些压力的 大众赛道几支队伍 大众赛道最后 只有两支队 好吧 只有两支队 从千支队伍里面 出来的两支队 当然 这个主播赛道 是从几百支队伍 出来的八支队伍 老兵是主播队吗 是的 老兵是主播队 MVP 玉璃 大众赛道太少了呀 那大众赛道 肯定是要激烈一点的嘛 因为大众赛道 好多兄弟是给 给我面子嘛 给我面子去参加一下 是吧 去玩一玩的 那你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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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不好 他随机匹配 匹配到这个对面 是通天带 然后你是一个 这个气氛组的 被别人按着打 这个直播出来 效果不好嘛 对吧 我总不能看到 我的好兄弟 被哭哭 哭哭揍 我在这里哭哭乐 我怕你哭哭难受啊 是不是 大众赛道的整体实力 肯定是没有主播强的 嗯 那还是说会比赛 你如果是最后八支 大众赛道队伍 打八支主播队 那最后的画面是怎样的呢 那可能大部分的时候 这个 都是主播队伍 撵着打了 最C 又是两支赛道的对击 怎么说呢 大众赛道 感谢Miko 谢谢你 送出了真的爱你 谢谢你 所以说下一场啊 我昨天给林梦送礼物的时候 我才知道有这个展馆点亮啊 看到你这样送 应该是给我在点亮展馆 感谢 感谢Miko 谢谢谢谢 有点 有很难面对后续的赛程 路人网 对战绝活哥们 就看一下我们下一场 EV1呢 EV1就不好说了 EV1那个 那个大众赛道的兄弟是真的猛啊 他们都把主播给按在地上锤了 好吧 大众赛道的EV1 去打主播赛道的EV1 都是大众赛道赢 EV1冠军出来了没有 EV1就不好说 有的时候他那个绝活有点克制 就比如说我刚刚第一把看到的是 那个大众赛道 他是米越打的一个中午宴 那个就怎么说呢 那个米越打中午宴 确实很好打 但是很高 大家都是绝活哥 在自己的分度上面都是 好 开始了 开始了 我们看一下 是由大众赛道的冠军 X队物 他们点名挑战的是 天堂榴莲最C 好吗 在这边 我觉得天堂榴莲 应该还可以吧 天堂榴莲在我的印象里面 他们都是120段的选手啊 是吧 什么109段 109段的打野 120段的对抗路 109段的国府辅助 他们的射手 S35 巅峰前10 中路117段 为什么X战队会选这么猛的一支队伍打呀 兄弟们 好吧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X队伍啊 他们是大众赛的冠军 队伍介绍 X 太过完美 好吧 他们队伍介绍 太过完美 编路 刷刷抖音就能赢 打野 10局 8局C 中路 中路 万花筒 射手 摁住普攻 不松手 辅助 力吹 敌震 如天光 拖云 简介比较简单的 没有没有过度的描述 X有点神秘啊 X 大众赛道来踢馆的 是的 也不算踢馆了吧 争夺位置了 哪吒 哪吒好 必须哪吒 哪吒感觉胜率很大 上把谁赢了 上把硬汉队伍赢了 硬汉赢了 打的就是精锐 打的就是精锐 X队伍 直接只点 点名打的是天堂 天堂队伍 怎么参与竞叉 右下角有个更多玩法 右下角有个更多玩法 你现在可以竞叉一下 X队伍还是 猛还是天堂猛 大家普遍还是觉得 这种神秘嘉宾 神秘队伍会比较猛一点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看过 X队伍的整体实力如何 但是能感觉到 就是说 他们能战胜 刚才的硬汉队伍 那肯定是有东西的吧 我觉得刚才的硬汉队伍已经很强了 这X队伍比他们还要强一点 那也不好说 可能是那一天比赛 手感更好 运气更好 到底是运气更好 手感更好 还是真的存实力碾压 也不知道 这个阵容太过完美 左边有完美 右边也不好说 打加炉吗 加炉脱不脱得住 但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大师命特别肉 然后刘邦有盾 但太容易蒸发了 想了一下 还是选择守约 守约好像好一点 不然加炉真的是 在后面刘邦起来了后 就是一套灌脸 这个也是一套灌脸死的呀 他刚才守约 我觉得好一点 这不是守约吗 我觉得可能在考试 选这个 一个射手的生存环 他拿苏亚的话 哥亚 我觉得点不动吧 哥亚点大师命好慢呐 他主要是 我感觉那个大师命 放了一手 瞧也不是很怕 那个黑沙风暴 把他粘住啊 守约好一点嘛 你要不守约 加炉打一个后期大赦 不然你这个大师命 处理不掉啊 还有个刘邦给他大招 上一把主播队赢了没有 上一把是大众队赢了 主播队输了 是我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选择 守约吧 天堂队还是很牛的呀 他们都是120段的选手啊 都可以 连波辅助的话 他对于射手的拆护能力 会更强一些 能更好的保护下 说哈了 而所以是左边 守约有毛用 你怎么可能 你守约没用呢 守约你如果真的能拖 拖到后面的话 守约你如果真的能拖拖到后面的话 守约你能是能11的呀 他不是很怕刘邦去硬切他 这是真的怕呀 这直接灌到脸上就得死了 那这里也是选择 小明家哥要打一个前期节奏啊 前期强势对线 直接中线开 没被拉到 还行 好了 我守约多少胜率 我守约胜率 你要看怎么说 我有的时候 我守约胜率虽然只有33% 但是我在九点慢的时候 能爆发出守约真正强大的实力 好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 我仿佛守约附体 我的二级能精准无比 我的大招左右拉扯 别人根本就捕捉不到我的身法 这是我守约的特性 只是没有时间在赛场上 跟你表演一下 不然的话我的我的守约一定让让你感觉到震惊 这里摄草是直接帮助提速 但是被分离一下分离一下经验 经济还是要给给各样 还可以啊 公顺离是二技能把这个赤甲虫给抢了 大司命在过中线还是比较安全的 两边在中路纠缠了一下 最后的兵不吃了 哎 这个呀还可以啊 一性能加速是躲了一个震神 昨天的穿越者今天怎么怎么猜 我不知道呀 你要看穿越者怎么跟你讲 上路是直接放弃了 上路这个空间之灵是没有选择争夺 哪吒在前面争夺空间之灵的强度不是特别高 哪吒也是队友要帮他提速 带着他刷 分配还是没有问题的 下路已经打起来了 这边刘邦一二技能闪现到脸上 只要二技能炸了一波 哇硬是活了下来 这波combo稍微 时机稍微没那么准确 好吧 也可能是我们这个 在这么多观众一起围观下面 操作有点小紧张 稍微这个落地的时间没有选好 刚刚是稍微有点惊险 但我现在还好奇一个点 我在想 天堂原来对自己的这个老夫子 什么时候传到正面 因为我真的很想看老夫子捆人的那个画面 而且就让他压力起来挺大的 硬汉赢了 赛马 最波怎么说 一二技能没有抢到 连波还是真的肉啊 我感觉连波出过护甲鞋 把怒气叠满了 那个哥亚点他点半天 这个三前排 三前排后面就靠 就靠哥亚点的动吗 小陈同学 踢馆成功了吗 踢馆成功了 硬汉是打赢了老兵 这把是X队伍 X队伍是冠军队伍 就是大众赛道的冠军 他们在点名 他们要点名挑战天堂队 确实X队伍现在上来展现的 这个实力是压了1000经济 那也可能是哪吒刷得比较慢 经济就有点追不上 但我看到是这个老夫子 包括这个射手啊 都在帮哪吒提速 上去谁赢了 哎 你就不能看到最后吗 我的包子 你点点赞好不好 点点赞 点点赞 啊 点点赞 你看到最后呀 人家打得那么火热 你去干嘛呢你 是不是 你看比赛就很好看比赛 最后拆了个输赢 自己知道结果 每天跑到直播间问 上一把谁赢了 急不急啊 你为什么非要在看比赛的途中 硬上去开一把 开一把的时候 下路那个辅助辅助 不跟你中路中路打野 吃你线 上路上路没人帮 野区野区被禁 你说打自己这么痛苦干嘛呢 看比赛啊 好 下路的话 我们看到X队伍 已经是把这个防御台给拿下了 能感觉到个人实力上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连波这个辅助 还是有东西的 这样已经开始进野区了 打到了将近五分钟 还没有爆发一次人头 压力比较大 哪里的一个对线 因为哥亚战的市场线 并不是航暴 所以说对线 暂时是打不过公孙尼的 然后让他跟着小平去 转线 哪里的还在刷 其实他们思路是对的 哪里的确实需要刷 哪里的没有那种大剑的话 进场的画面打不出来 哪里的 那么多波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的 那哥亚的话 是因为一直频繁的转线 有的时候还丢了一下 好 这边 刘邦完全被解放了 这一波看能不能绑到 没有想绑啊 直接走了 这里已经慢慢的通过这个对线 还有英雄强度 已经领先了差不多2000经济了 上路的黄金塔也放了 这波红区直接被进 一心 宽个大招 没有人宽到 那这波红buff还有说法吗 大招 直接切了进去 一手大招可以 这个位置还不错 刘邦落地 一技能 哇打天哪 这刘邦硬切 这个没呆射 确实有点难打 然后哪大也是反攻 反攻切掉了大致命 两边打了一个小交换 但整体状态是X战队更好 他们还可以继续压塔 三三技能起手 连波扛了两个防御塔 二伞 哇 哎呀好快啊 收掉了 收掉了 好快的刀 很突然 这个机会找得很好 直接想 好吗 那这样的话 红区被进 蓝区也被接管 哪吒没有蓝 很痛苦的 哪吒 六分钟 打开了一波大节奏 那现在的话呢 X是成功的把天刀流 X队伍的刘邦展现了他应该有的手法 而且他出装特别自信的 他都不做火甲 一般来说为了增加容错率会做个火甲 然后再去补这个日暮之流 他是直接恨不得存法 存法刘邦了 就是落地要秒哥雅 随便打回一个 这里要被黏住了 大招 那么飞走 可以 我只能说这个哪吒熟练度是有的 以我国服哪吒的评判来讲 如果你忍不住刮了个一锦 你就走不掉了 他忍住了 他大招直接冲塔 好吧 这哪吒 有东西的 一般的年轻的哪吒是忍不住 刮一下 刮一下那个大招就要锁人了 必须锁人 他锁不到塔了 不动别人才能锁塔 上轮的发音台又被推了一样 整体经济是拉开了三千 在八分钟 在七分钟这个点 三千经济 也是可以接受的 可能不太好 是破检之一 OK 说错了 破检之一 对 正面也很难打 这连波选出来挺精妙异笔的呀 有没有 直接断冰线 我可以稍微的点一下 防御塔的伤害 直接把他推掉了 又砍一波冰线 你的画面调一下 你重进 退了重进 兄弟们双击点点赞 现在是已经一千三百七十六万赞了 点一下 点到一千五 高手在林间 高手在林间 大家不就是想看这样的画面吗 好 这波也是哪吒非常稳健的 他是选择不动人 结果被大师命截了个活 真心能帮他拆一下吗 刘邦又到时候传过来了 有个残血的老夫子打不过呀 老夫子现在装备应该还是不够支撑一个强度的 好不好 老夫子必须有三千套 我感觉才能维持三个人打 不然的话他现在的装备顶多是一个电刀 一个这个 一个电刀 一个冰心 是吧 电刀冰心 坦度没起来 不好打 整体节奏都是X战队的 好吧 X战队 可以啊 这不会是大众赛道的冠军的 这就越来越期待 后面他面对其他的六个高 六支队伍的高手 能不能继续战斗下去啊 我现在我就已经开始有点感觉到这个X战队 好像整体实力非常强啊 也没抱自己的段位 但人家好歹 好歹天堂队伍都是110段120段的选手 他们能打出这样的压制力 平常 平常 上班 没少摸鱼吧 摸到对面C位的一个位置 天堂 天堂怎么会菜呢 这是几进几 这是在打点名赛 在打点名赛 OK 这龙直接十分钟龙直接让出去了 但天堂这个阵容确实按理说啊 他们这个阵容就是往后打的 这往后打 往后打哥呀 也不好C嘛 那完全是让哪吒来C嘛 但哪吒哪吒这个经济只有6500啊 6500他飞不动 所有人呢 你看这个 这个阿里8000经济 他等一下冲进去也是 瞬间要融化的 好吧 哪吒如果跟那个射手一个经济 他可以在里面卡三四个人 这边一心大招已经框了 我感觉运都要运死了 这黑暗包金在手 要找机会吗 老夫子经济没有起来 绑到人不好杀 还得拖啊 要拖老夫子的经济啊 两个前排经济上不来的话 哥呀没输出空间 阵容没选好 有没有轻讯 你看右边吧 右边黑洋轻讯都开始招人了 家人们 好吧 职业打法 确实非常稳健 非常稳健 说哈天堂 上局路人队赢了没有 上局路人队赢了 5000经济差了呀 你没看到这个右边的针基 他的名字就是黑洋轻讯招人呢 全阴云的 这路人 路人哥 路人哥 虽然在这个互联网上 这个名气不是很大 但是实力手法 全部都在线呢 好不好 那这样的话就直接运死了 要一波了 射手的一个阵亡 你看到那些队C 阵实血上 看一下二伞直接普通攻击 接金身 玩花的 哪吒 还以颜色 他出金身 血手 呱 还能拖吗 还能拖 扛住 扛住啊 前堂 他出金身 他不是常规如装 被靠水晶 给予他痛击 确实 但是有一说一 他这个思路是对的呀 不然这波团枪的话 也不会打得平 军事 有打个标准 这波又被公分的一个点要 好吧 按理说 一般来说 这个刘邦不出金身 但他出金身 思路也没毛病啊 他二一伞 直接进入打一套 长海 直接按灰 直接按灰月 拖下个一技能 可以 这个思路也是没毛病的呀 怎么说 老夫子的八千经济 还有戏吗 上路高地破了一个 能打一波小调点不 好不好 天堂 展现出你们一百一十段 一百二十段的实力呀 给我冲 才多少经济差 也不叫区区五千 我感觉连波 他的作用是利用大闪 去区五千经济 然后让刘邦的伤害 再去给到 完了 暴君被拿了 暴君一拿 又有两路超级冰的一个优势 路人王这么猛吗 这是路人王的冠军 对我 那肯定还是有实力的呀 刚才的硬汉 已经打得表现得不错了 没想到这个 这个从大中赛到 脱颖而出的两支队伍 在第一次 在我们直播间亮相 打的画面感如此之强 我已经很期待 他如果都能走到后半层 跟那种大国服怎么打 一手正成 框 没有框道 只剩一个老夫子 框道里面应该也还好 那这样的话 兵线进来怎么办 上路的兵线已经过了 连波闪现二一技能 直接把人给抬飞了 虽然回到了水晶 中路的兵线也没截 宫村里是被抬走了 中路的兵线炮车 还有一枪 还有一个炮车 居然守住了 这一波 警神被拉开了 这一波天堂怪物 守了下来 还能不能灌伤害 一手链子 哇 那天堂守住了 这都守住了 守住了 好吧 天堂对我没有那么容易倒下 在这一波 反手拿个主宰 把局面再给他打回来 虽然路人王有实力 但我们这个天堂对我 人均110段 在自己的分路 能打到这个段位 好歹也是有活的呀 能那么 能那么轻易倒下吗 对 这样就导致X的C倍 你在开玩笑 那这样后续的输出 就是不错 那确实 在我们蓝色的X战队 他们在上高的处理上面 确实做得不太好 特别是三高全破 还有兵线的一个情况下 稍微有点着急 一个塔没掉 一个塔没掉 那又怎样呢 说明了 把这个财富都存在了 这个峡谷里面 对吧 能打到现在 没有去拿 等一下拿了不就发财了吗 你这么想吧 对吧 现在兵线能慢慢再运一下 陈主 冷静 但是已经告过之前 一切皆有可能 慢慢慢慢胜利的监品 好像逐渐情节 我觉得 再给他们一二三 又是一波 激情进攻 这一波 该不过直接眼睛记得没有了吧 看一下 大师命大招 卡到这里面 团队有点乱 顺便自己看 往前大招 还起了四个 往前再跟将来二零代点塔的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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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住了 这一波是不会纯导了呀 反正弹灭 四年超晚 他们就要把这个幻灭给打了回来 前堂 自杀的哥呀 现在也完全神装 一波反弹灭 但好在中路三座塔都在 想直接硬扛的差 想要强行 一波 再把龙兵再往前面运 再反手一波 最漂亮的是 首先他们把两个超级兵全部处理完了 那么S就必须 有兄弟能起来吗 别睡着 别睡了 起来吧 来得及吗 这个兵 完了 真的一波了 一秒连波复活 想直接扛 打招 一二三 在我前面击一杀 在击一杀 击一杀 在击一杀 天堂神物严祟祟 被迫三高决逆翻盘 最后一波是 反向的一个团队 反向的猝死盘 一波中结掉了比赛 这就是他们 我觉得作为一支主播队伍 其实应该有个抓机会的 万增之战 我觉得好像他们有什么特别话过 被迫三高之后血脉绝息 插队 连续打赢两波 插队还是打得特别兴奋 打得特别兴奋 win了一整把 最后还是急了 然后第二波也是 这边波开的已经很好很好 真是急了 我觉得他们在拉扯拉扯 去拿条龙什么的就可以了 但我感觉插队真的是 整个队伍特别自信 你知道吧 就感觉 我的手法在你之上 随便打 哎呀 插队就是 哎 是吧 你能感觉到 他每个人都特别自信呢 因为他们运作的太好了 他觉得团战也是随便打的 毕竟随便打 结果硬是在人家门口 在人家门口那个泉水 他顶着人家泉水打 最后那个射手哥 根本就没死 其实兵线进水晶了 他们也不好说 那个兵线进水晶了 好像也没进 但这个阵容天堂 最后还是拖住了 插队稍微再稳一下 多拿一条暴君 多拿一条那个龙 这多拿拿风暴龙王 我感觉有机会的 随便打 但就是想一波把别人打下来 好吧 给到哪吒 前面怂了一整把 好吧 怂了一整把 终于在抱着基地 打回来了 这连波我看到最后的画面 我都差点窒息了 因为连波已经碰到了四个 我看到对面的所有人 天堂 连这边的所有人都在天上 我感觉这波铁银了 结果 没有秒掉 人家回泉水补了一大口 回来直接作战了 因为 因为我看到大师命 一屁股做了三个 然后那个连波 一屁股做了四个起来 但是离泉水太近了 什么 哪吒76个助攻 是吗 李天 哪吒好牛76个助攻 谢谢彼岸 谢谢彼岸的守门挑战 谢谢 谢谢 我们知道王主要的真理 就是一个推塔游戏 就水晶哥 或许你前面做的再好都没有 你还是被反抗的 这是结果 不会骗人 所以还希望他们能够再继续努力 那现在来到了双方的第二局 刚才是过决定翻盘 现在的时期一定是正胜的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挑战自己的心 马上下一局更精彩的比赛来了 好吧 按理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天堂队伍整个队伍心态会比较稳 稳 什么时候能打 什么时候不能打 都很清楚 他们觉得这个阵容确实在前面打不了 就打不了 就一直抱着基地在玩 但F队伍能展现的个人能力 还有他们这个团队运营 还是做的非常到位的 所以下一把到底谁赢 还是不好说 兄弟们 要自己看 来了 来了家人们 刘邦搬了 不让他们玩刘邦了 天堂也是觉得这个刘邦很讨厌 他们自己也不玩刘邦 刘邦的体系他们自己也没练 是吧 因为他们的蓝色方 他两班一选嘛 两班一选 就是说他先班先选 他可以先选刘邦 但他把刘邦给搬了 说明他们自己没有练 回放都没有 打完才有回放 别急 别急 好 现在是1482万赞 兄弟们 再双击连点赞 那第二个班位 朵丽亚 包括 孙币 这几个点 要不要考虑 包括 第一局 其实天堂没有 鲁班负责 他们用的是老公子 加一个额扎 额扎没有搬 那这样额扎放出来 看一下 两边最c的一楼 怎么吃 搬了一个朵丽亚 先拿到了真鸡 我觉得是想把牌叫真鸡 因为真鸡这个地方 其实优先级没有那么高 主要是想看对面拿什么 然后再做一个反制 刚刚谁赢了 刚刚是天堂这边赢了 鲁班负责 好吧 我去拿个水呀 兄弟们 拿个水 但是这边的话 刚刚说什么 一直会去拿到像 哥亚敖影 这样好打连续的人手了 二楼的话是想出道一个 风笨舞藏的 风笨和牛魔那标准的大连续啊 对 用风笨来打这套 父子之气是挺好的 目前前三楼其实 对父子的针对非常强 而且还有一个真鸡 就他们这一局的话呢 天堂这次整体前三人手 他们的团控是非常恐怖的 那最后S 第三楼拿到了一个孟七 也算是我们平常看到的 你打根本舞藏的标准答案 是 最好打根本的一个打野位 又有做的又有位移 第二人的班位 我觉得X 他要给到不仔细一些保护 班了一个敌人节 那包括在外面的敖影 呃 各样 要不要去继续限制一下 班敌人节主要是怕对面去走平推 然后再搬敖影的话呢 也是保了一手家的连体 那在天堂这次到第三楼 是先搬掉了沈梦西 因为沈梦西的限权确实是太快了 就怕抢完线就直接摇摆到下路来支援 那我觉得中路其实 他们自己是可以拿异性的 对 就是异性这点 也能给到 富士体系很多的帮助 获得出了异性以外 要拿一个带有AOE的法师 应该异性是什么的选择 主要是要保护 五万七号的一个生存环境 你如果这边想要去充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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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1拿下 OK 牛 兄弟们 好不好 我 我都还没有看呢 我都在看比赛 我刚才看了一眼热搜 这个不超过手机 庆祝一下 牛 太厉害了 是大满贯吧 是吧 双开看的 我还没看 我还解除啊 我眼睛挪不过去 这个必须抽吧 大满贯 兄弟们 牛牛 超级大满贯 可以可以可以 那抽时代 不 抽 抽台手机吧 抽台手机 超级大满贯 打鼓 嗯 这个英雄 这两天 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甚至是第一次亮子 还没有 达摩神之一脚 但是如果选达 是超级大满贯 这么猛 这个伏代结束了 我们抽啊 好吧 还真锁了 这样我们看来 达摩配一星 倒是也能 打一些地形战 其实我今天看到 走路上有很多博主 去玩那个真鸡配达摩 然后就是直接 可以抽了 抽了抽了 兄弟们 哦 真鸡的大招 对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配合 刚好啊 在这个时间点呢 对 后面再是什么比赛 后面在什么比赛 是吧 好像是刚才我们这一把 刚刚结束的时候 就刚好就刚好 独惯了 红色方 对 我一看这个背景板 对 背景板又是双方换了一下 但是在蓝色方的话呢 刚才看到我们现在 也是获得到了 手上的TNWNCC 他们这个阵容相对来说 我觉得更加的稳定一些 对 手机抽了啊 在左上角 伏带 兄弟们双击点点赞啊 双击点点赞 双击点点赞 左上角那个九分钟那个伏带就试着了 就是对于富士体系也有很强的针对 包括一楼权 待会在看什么 待会 所以说 狂铁好像没赢过 OK 我们先回到我们自己的比赛啊 大千杯 点名挑战赛 有 大众赛道 X战队挑战 天堂队 赛道的队伍 谢谢 万尊之战 大伍 真都假都 要拼这个城 是孟琪抢到 孟琪孟琪孟琪拿到了 这个三个人围住了 孟琪的坦图好像走不了啊 孟琪孟琪 最后点了个队 你啊 就拉开了 这位公本 二级的一级人 一最后一刀破刀啊 拿到了人头 这就踩了一脚 这还打 还打吗 残血的公本 有说法吗 顶了一手 大伯一拳 揍死了 那这样的话 我感觉好像是 好像是 X对稍微转一点吧 我发现这个 这个英文单词 我不会念呢 还是怎么念呢 就是F选手啊 这个他这个 出装和他这个进攻性 应该是比较强嘛 就达摩出场率会比较少 但是他愿意选呢 谢谢三送出来跑车 Float OK OK 上一把是天堂 超级逆风翻盘 好吧 我感觉天堂队伍 还是能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因为来自大众赛道的冠军 X队伍 实力很强劲 达摩 等一下看他能不能踹出精彩画面 是吧 一闪皆大 但对面没有特别好踹的人 这个达摩选出来 但是是绝活还是怎么样呢 我这狂铁坦度在 阿里不好踹 牛膜很硬 针肌也感觉有自保能力 公本有异性的霸体 这个达摩选出来 你没有特别的这个手法 我感觉应该是打不出效果的吧 反正都赢了 是的是的 我们这台手机抽出来 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 大家可以点点赞 尊神 拉牛膜 牛膜 又吃妻子 又吃泡 迷茫的牛膜 左右横挑 达摩 站在角落 二级呢 帮助路先抢线 达摩这波是有闪的 上路把兵线一清 就要对这个四分钟的暴军 做一个争夺了 鲁班 一直在压线 鲁班压得很好 鲁班父子 哪个队伍是我的 哪个队伍都不是我的 这边再看看 两边的经济没有拉开特别多 达摩 这两边除了第一次 孟琪去打的肉工本 这是比较 比较 大家都知道的 counter套路 孟琪是比较好打肉工本的 这边暴军 孟琪直接开始挤视野 挤得差不多了 鲁班的这个伤害确实高 这一大招三出子弹 这一波抢 拿到了 一心 框到这么多人 但鲁班的状态有点差 也不算了吧 这一波 牛膜大招 横顶 一心残血的 这边反手一打 这边针机挂了两个 还是一个这个工本 工本一个人 底下三个人在砍 工本全部都残血 还有一个残血 还能打 不打了吧 有点亏呀 三个人头 还掉了个暴军 这里 鲁班闪现 这一技能 但没有用啊 鲁班的子弹 并不会被一技能给挡掉 那这的话四个人头全倒了 那最后呢 是打了一波一换四 生机那个大招 已经放得很好了 但没有用了 完了 这波小团战 还是 是吧 X战队获得这个优势比较大 X肯定是有东西的呀 几千支队伍里面杀上来的 冠军队伍 反开开的也很好 那二技能上 就是周大招开到了 两台开到了鲁班七号 那他可能这个时候 确实队友的伤害不太高 他不像对面鲁班七号 在前中期的基础伤害那么高 红buff也拿到了 这鲁班发育的太好了呀 这后面谁谁能把这个鲁班给去掉 大招 哎呀 这波牛膜拍空了 被别人顶着硬打一套 结果所有的大招 全部都关在牛膜身上 牛膜这个位置已经被卡死了 牛膜这波大招的尝试 是没有人接应的 他这个大招 稍微丢的有点不谨慎了 这里的话 刚好是打了一个什么 二连击 二连击波 是把这些鲁班父子给打掉了 把对 这个 温习和疫情给黏住 好的 可恶 还行 可以接受啊 是赚 领先一千经济 X队伍 导播切的不行 确实 导播的段位不够啊 导播段位 我觉得导播已经被压力的汉牛甲胃了 他每次缺镜头都要被吐槽一下 下路 怎么说 那现在的X其实整体的经济还是优势的 但他们还是要继续给团队做一个辅射 导播肯定是玩游戏的呀 导播玩游戏但是他这个意识不太到位 这个公本无章 是这个公本无章 是这个公本无章 也合 全也合 好 开到孟奇 只是稍微顶一下 这边一心宽了个大招 怎么说 公本切了进去 全部都是乱砍的 顶这个真机的位置 注意啊 打磨也是缠的 一心它劈了过去 算了 那这样的话 再看 哎呦 这个狂铁找到极限距离要闪 直接把这个鲁麦给开死了 那这样的话 X战队 在前面的优势就当然无存了呀 这里 达摩达摩能创造奇迹马上闪现 注意看 这个达摩 如果看到你的操作 在这一场那 围绕了四个人 达摩的一闪 那么开除他应该有的效果 选出达摩一定要有作用吧 二级的大招 一手斩杀脚 结果精神 吓了一跳子吗 怎么有精神 不要骗了 好吧 这个精神 做得非常果断 还是想到了达摩 好像能踹的人就他了 这把精神一捕 好像其他人 都也不是很怕达摩的踹了 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大家在情感上 还是比较偏向于 X战队能获胜 对不对 因为他们是从大众赛调上来的 也就是说大家比较期待 这种叫高手在民间 牛魔 大刀过去 牛魔银残了 孟奇 半雪 这个角落一下 拍飞三个 打摩 他做到了 三杀 关键 群控 是 扭啊 他在这个角度 是配合一星 框道的角落 孟奇 来了一手鸡飞 他大力 金刚拳 直接在这个 红须 把所有人都踢到了墙上 来了一波斩杀 全部都抬走了 在这一刻 他做到了 好不好 大刀三个鸡飞 达摩在跟上 少林功夫 好啊 那这波打回来了 OK了 现在 大家知道 达摩 还是打出来 他应该有作用啊 那这一波打下来 优势就 又拉回来了 本来都已经很担心 这个鲁班父子 被争取得有点惨 打不出效果 这样的话 又把这个局面 给拉了回来 以为这个 X战队 作为大中赛的冠军战队 他的同门兄弟 硬汉队 已经拿下了一把 是吧 他们作为亚军队伍 已经拿下了一把 结果冠军队伍嘎了 那就感觉有点奇怪 怎么说 又是牛魔 大招开了起来 但是梦琪的坦度 大家也看到了 又是这个角落啊 那天堂需要再谨慎一点 这个角落有点恐怖 打摩 又绕到侧边位 只有一个 不踹 两个踹不踹 打 切码 那倒不 这边的 要开始进攻了 我们看一下 异星 有大招 会不会在这里选择框一手 孟琪往前压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打不起来 把人压走了 开始拿这个暴军 打摩 他这位置还不错 打摩 有场线 还能找位置 牛魔 这个大招 开的一般 异星 已经把这个战场 给固定下来了 这个暴军 稍微打得有点慢 小拉了一手 孟琪被台飞 一手真诚 切了一下 拆分战场 攻门倒了 牛魔也倒了 这边打摩 开出往后切 踩了一脚 公孟琪也倒了 那战不花 还是X战不在大获全胜 有了 龙没了 牛 这波团战又打赢 下落 难道顺着这个兵线 应该是可以 抬个高地走 一心残血 面对这个 这个熊 瑟瑟发抖 他只要手 稍微抖了一抖 那个熊就要把他打死了 好不好 残血还不走 这个防御台也不需要 你摸两下呀 还不走 谨慎啊 不要再放上局的失误了 上局也是他们这个对线 前中期打得那么大优势 开始在这个 这个山路全破的时候犯病 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机会 卡在最后一下 中下两路高地 全部推掉 嗯 陈卓 冷静 红蓝霸不全有 而且现在他们的 双边的经济都非常的高 五万七号九千七 接近一万块钱 达摩也是九千块钱 全场第二号位 断层式的领先 主播 主播战队 肯定实力是有的呀 他们人均一百二十段呢 不然他们上马也翻不了盘呢 好吧 一百二十段 那基本上在这个 他玩他自己擅长的英雄 理论上都是来说 算是通天带了 上路防御台 也是开始压 这一波怎么说呢 两路高地全破 不等龙吗 决定不等龙吗 这一波 开始上路防御台已经点掉了 不要一波吧 这一次要学聪明了 这一次稳稳的控龙 稳稳的幸福 别又玩破了 又是三路全破 鲁班 solo主宰 打得确实快 好了 这波龙开了就更稳一点 又要开始冲高了 龙已经放出来了 暗影之境 减10%的伤害 暗影之境 孟奇 公司里有点打不动 来了 这波兵线 这波兵线应该是先压状态 B技能 狂到了 一心被狂到角 正机被狂到的角落 但是没有人补伤害 一艘子弹 扫了过去 看一下中路 狂铁切了进去 但是狂铁好像松了 牛膜切了进去 好像牛膜已经松了 这是谁 公本 公本切不切进去 打磨一个手精彩的大力金刚拳 揣了个攻击 1比1了 好不好 扳平了 扳平了 又是 来到了超方的决胜局 刚才的 就 扳平了 但是这一局的话 对于天道人 最四 他们就 没有像上一局一样 能够成功的防守 就水晶了 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 其实能看到 首先是 公本五藏 是所住的 主观七号的位置 1比1了 我不知道 好像大家猜到的 好像都是觉得 X3最会赢 但最后一把 也是会看阵容的 两边会不会再拿出 自己的擅长跟绝活 好吧 谁赢了 谁就留下了八强 明天就应该开始 八进四了 八进四就非常激烈了 好吧 为什么八进四非常激烈呢 因为有两个队伍 新进的队伍 我们观察的比较少 硬汉队 或者是 X队伍 他们都能进的话 他们就代表 大众赛道的高手在民间 挑战 混打 X队伍还是很自信的 X队伍 明显感觉 X队伍实力更强 他们整体确实在运营上面 很有东西 好吗 谢谢两只鸡鸭 谢谢你的万象烟花 感谢爱喜百乐小店 谢谢大家点赞 点点赞 双击点点赞 而且是把机器拉开了将近一万块钱 这到了关键局了呀 到底是天堂能留下来 还是X队伍能留下来 拭目以待了 X你觉得是夺冠热门 主要看的比较少 好吧 看的比较少 你还不好说 因为那几个我们 那几支队伍 我们就看的比较多嘛 你就不好说 你还是要看他 看一下他们这个 没有没有具体情报啊 好吧 如果他明天打的话 我们要一下具体情报 看看他们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 自己是什么个段位 好吧 达摩 达摩的MVP 招令功夫好啊 真的好 其实对内这一集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画面 但确实达摩通过那两拨团战 完整就把机器给翻盘了过来 当时在中期的时候 我们还能说这一集天堂能力 这一次要比上 明天几点开始 明天还是几点开始 没有想到这一拨团战 当时是他们利用龙坑的那一拨团 把人给骗了过来 然后在后球的增强 我找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角度 哎呀 公孙黎毕书 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有时候围着公孙黎毕书 还是效果很好的 是Miko的玫瑰之约 感谢Miko 然后C字坑 然后C字坑 他那个边角 就这么一个小金尖 就你想要把人 八进四了 明天八进四 明天八进四 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就是因为他队友 队友也是给了很好的 接手空 一星还有 来了 最后一把 家人们 谁能留下来 打八进四 就看这一把 一选 刘邦 先班 然后一选 刘邦 拿进就是一分 刘邦 没办 X队伍 什么 又是 又是 刘邦 能炸 又要队子干 那等于说 跟上 跟第一把节奏一样 第一把节奏打得有点 太那个了呀 你确定要这么打吗 天堂队 就完了 这一幕一样了 这不是 这不是复刻吗 复刻第一把 不服 他就是第一集被翻的 那个阵容 不服 要再来一次 我拿个水啊 顺便 等我啊 双击点赞 然后再闪现跟伤害被控制 对 这一号你确实没法队 因为你可能能第一号 未及和闪现 躲掉连坡的一个竞争 但是你没有把他躲掉第二套 刘邦的竞争 是 刘邦大招传送过来以后 他也是直接不用蓄力二技能 然后直接用二技能 二技能最远和最高伤害 去给到后排一些威胁 就是我只能说 上分绝佳搭配 观众朋友们学到了吗 我真的知道了 但这个确实很吃配合 是 因为连坡 毕竟开腾他很吃机会 但当时第一局他有一部是开到五个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中单是真机 对 有辉越 对 有辉越 然后但是其实它是打到了五个人身上 是的 完备的五人控啊 那看一下后手的选择吧 看一下电脑的CC后两手扳掉了两个中单位 觉得F这边的话呢 是扳掉了两个对抗 把老夫妻给扳掉了 不能再给对手这个机会了 当时让公司里打得有点难受 限制住了对面的两个反打点 所以说在横侧方这边第四楼 就选得到了吉小盘 嗯 然后X4是选的 又是异星和连坡这套 他们自己的天人地方 是的 异星连坡这种弹到了大思命 是 他们对于异星的熟练度很高 对 然后上一局的话呢 就也能感受到异星跟达摩间的一个配合 然后这一局的话是异星跟连坡 异星出场率有点高啊 他们在 三局 对 而且这局好像和第一局阵容是 差不多的 完全一样 对 一星也是 包括大思命也是第一局 我知道了 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爬起吧 是的 第一局 当时来个死 用这个阵容被对面翻牌了 但是这一局他们重新建设的 当时是新的阵容了 一样的阵容吧 他们在证明自己啊 第一把确实自己小浪 不是全局BP吗 不是 常规BP S确实 他们整体 整体那个拉扯的感觉 或站位会更好一点 这样打小团的时候 他们每次打暴军 或者打主展 那种中立资源争夺的时候 都比较稳一点 开始了 小明拉着主展枪 开始抢中线 那这样的话也是非常老练的 好不好 拿进就是一分 很老练 这边连坡打得很凶啊 这个连坡 好 露一个露两个 再往里面滚了 哎 这里 哇 还好承接捏着 在 让孙章江泽民 是你两个人进行 有转线 这一盒天刀游 最似一贯的打法 嗯 是 哎 连坡在干什么 连坡在偷戏 连坡在偷戏 连坡进行会一直有点说法的 他应该偷了两树小眼 让他的整齐 两齐半 好 震神一拉 吃了一波线 两个人全部拿到 一技能过桥走 这个状态已经压了一半 这连坡 这连坡是偷完了吗 连坡 排在斩怒气 还最后一秒钟 哎 还吸一下 这个蓝buff 哇 这个连坡 有点老油条了呀 好不好 你看到了吗 他是看到哪吒 要摸这个buff 然后再再再把这个buff 拉出来那么一点点 然后拉出来一点点 二技能还吸那个蓝buff一口 这最起码给哪吒 耽误了三四秒时间了 上路是完成了一波单刹 好的 黑虎阿泽 行啊 好不好 你非常行 导播不太行 又错过了你的精彩击杀 没有精彩了 有精彩 在右下角 更多玩法里面 有精彩 现在大部分兄弟都觉得 X队伍能赢 但X队伍是交出了一血 就导播 能不能换个高一点的 我们现在直播间 差不多人均 人均都是那种 国服选手 小动 还想抢这个野怪 不让他抢 肯定是丢了一个到两个的小兵 我明白了 为什么你说国服选手的时候要笑 我就笑我笑不行吗 就是国服太多了嘛 好吧 能打 爽吃一波中线 这边怎么说 我觉得他们在前中期的节奏 也是可以利用好的 那这也是已经来到了 大家自己的节奏点了 但是这一波的话 连波是没有办法进行 因为真机在帮忙进行 来了 连buff 能让也守住了 就能让需要猛猛刷 但上路的技巧版 是给到了足够的信心 好吧 阿泽同学 黑虎阿泽 应该是一个技巧版的绝活玩家 来吧 好 小反一手赤甲 经济很高 技巧版2500 刘邦只有1900 刘邦是真的自信的 刘邦 你这兄弟 他硬是就是 硬是就直接出发装 一般来说 都会出个火甲什么的 稍微渡过一下 这个对线期 他这个装备是真的脆 他这个装备 爱营战斗 技巧版爱营战斗 左正东右正权 就直接三套 可能把这个刘邦给打死了 注意连波 连波的威慈 还行 闪现拉开 这连波也是打得气势汹涌 好吧 两边经济还是一样 拉开特别大的差距 连波 打得非常有画面感 开始往里面扛塔 扛塔 拉了个位置 双翔翔 再轰一下 可以 也是把攻击力给抬走了 大生命 也是把双翔翔给抬走了 这一波是打了个一换二 完了 这没有闪现的呀 框 没有框到 准备冰自己 冰了自己 这个位置 还行 还行 红buff怎么办呢 我把蓝buff 蓝buff收下来 说错了 小明有什么用 小明 大家算上是常规组合 真相组合 小明真相 小明跟算上也是组合 结果 没框好 是的 还行 按照这个局势下来 两边阵容其实都有得打 好吧 开始绕进去 让没有看到 能不能逮到机会呢 这波要被月塔强杀 注意 记者满 一二技能 一技能 卡住位置 直接把上路塔给拿掉了 慢慢的 现在红色帮的射手 已经彻底解放了出来 开始进行 哎 一心是框到真机 真机是没有散现的 好吧 他出现在这个位置 就是有点悬 因为对面那么多人在中轴 然后他如果要看草丛的事业的话 就很容易被框到 中路 中路没有真机来做防守 但一心也没有大招 这波肯定还是能少 这波连波 直接强切进去 带着刘帮阿姨来炸 接了个这神 两个人瞬间融化 这连波跟这个整体的这个联动性也太强了吧 推了到墙上 一头上下台 三连决胜 三连决胜 这是硬扩啊 这就是他们的哪吒配连波机器 说实话 这哪吒连波 连波配刘邦 刘邦配 我被带歪了 刘邦配这个连波 确实好到人脸上啊 而且感觉这个机器真的太强了 他们这三两局 第一局和第三局表现得真太好了 我本来以为这一波证明应该是打不了的 因为明世影跟非常强 两个人一开始在守线 但没有想到他是直接冲 这连波开大招 因为是霸体效果嘛 他一定能把刘邦带到一个好的位置 那这个比较考验连波 他带刘邦带哪个位置 能不能找到一条线 让这个刘邦下来 二一技能 找到好的角度 打到11位 好吧 这关键点是在于连波 连波他那个 他三段霸体嘛 他一定能找到位置 他找到好的位置 刘邦过来晕一手 炸一下 然后一星接二二技能 是吧 震神 可以 不会是在大中赛 冠军队伍啊 配合 想法 手法都在线 来了 经济差已经拉开了三千 好吧 三千的经济差 他四千 双邦四千五的经济 是有点难点动 这个大师命了 大师命已经六千四了 好吧 即使小明 小明牵着他 他装备不够好 也是点不动的 然后处理连波也比较慢 画面太小了 就把画面 右下角有个展开画面 把那个展开画面点一下 就可以了 这野区被吃干净了 三千经济差 随便又是连波 带着刘邦又牵了进来 刘邦就被砍到了甲路 刘邦还被大师命一屁股 追着做死了 这里哪吒 好像也走不掉 好吧 一喜能追了上去 被拆了一下 好吧 真机帮忙拆了一下 哎呦 这太难活了呀 这刘邦面对这种 几个两百斤的人 往脸上冲 顶不住啊 中路防御塔 怎么说 赢了天堂就被淘汰了嘛 是的 如果赢了的话 天堂就被淘汰了 拉到了8比2 经济差越来越大 比起上一局而言 这一局X的优势 来得更加的直接 又是要除夕的 三方局势了 好的 就是我发现 他们三局打架呢 一局比一局状态更好 对 就而且连波他大招是霸子 就他往前开的时候 对于天堂溜面 最先来讲是无解的 他没有办法去办 这得很能拉扯 虽然像自己找位置 特别难找 然后我们看到连波 他是非常会斩怒气的 没事就摸摸野怪 摸摸着摸摸那 把怒气给斩下来 这样的话 大招是直接跑了 就没办法 这不用大招走的话 被红buff的阿里 一年到 肯定就直接死了 所有的外塔都被拔光了 又是来到了 这个首家环节 十分钟 好的 暴君没了 黑暗暴君无了 这里看到龚顺尼的经济 龚顺尼的经济 八千二 这也很恐怖 完了 所有人在包 包着了 二技能跑 二技能 哎呀 这没办法 这大四命的装备 也是特别好的 打到一个残血 就瞬间斩杀了 而且 整队九个人头 七个人头 是大四命在把握着 已经超神了吧 是超神了 刚才天下午都嘛 主宰也要硬开了 那这样 X可以借势 拿掉这条暗影主宰 这个dbuff可以开 没有关系 拿到了后 三高 我觉得 流年zc 可能又是要熟悉的局面了 直接双龙 全部到手 双方 进行 这边 主宰 也拿到了 是所有的buff都拿不到啊 拿不到buff 作战能力太差了 双方 也是封环的 小经济 一技能 想找一个调点 但是打到的是 这个联波脸上 打不动 现在 现在蒙蒙手了 好不好 能不能到下个阶段 就看这把的输赢了 哎呀 被找到了 完了 这里技能丢了 又要走不掉了 他飞不飞不到那个 飞不到防御塔 这没办法 急了 他第一时间 如果飞防御塔了还行 但是如果你把别人刮了一下 那个大招是不能锁防御塔的 大招必须锁人了 这是哪吒的机制问题啊 当这个哪吒倒下后 下路还有两条 这个大兵 还能打吗 再往前面走一步 一星已经在卡位置了 再往前面走一步 一星就要开框了 减速 闪现 硬框 哎呀 这基本上说你都没落下来 这个这个双下路的两个 射斧就直接倒了 大生命全部都斩完了 可以 不愧是冠军队伍啊 大众赛的冠冠军队伍 又两个 两个大众赛的冠亚军 都挤下了这个两个主播队 那后面就是六个主播队伍 加上两个大众赛的队伍 来进行八进四了 兄弟们 好吧 这个配合确实有东西 好吗 我能感觉到明天后面 那后面六支队伍 因为因为他们选 就是他们选的话 应该是选他们自己认为 两个这个 呃 在这八个队伍里面 两个实力比较差的 那等于说还有六个队伍 他们是他们评估 这两个队伍评估 这六个队伍应该是 还是算比较强的 是吧 后面就混到一起了 混到一起 再变成八支队伍 八进四了 那这个八进四强度 就应该特别高了 应该就没有弱队了 是吧 基本上没有弱队了 我们也是期待大众 期待这个大众赛的队伍 能成为本届大监杯的黑马 是吧 一路打上来 不容易啊 到底是高手在民间 还是主播 主播队伍告诉你 主播还是更强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好吧 我撤了啊 我撤了 我想去看一下那个奥运呢 兄弟们 我看奥运我撤了啊 好吧 我明天再播了 明天再播了 我就看一下电视 我今天电视还没有看 反正都已经大满贯了 我要看一下 我要看一下精彩回放 我研究研究 好不好 走了 明天再看啊 明天再看 拜拜 明天肯定很精彩 八经事 明天记得到 明天记得到啊 撤了 我去看一下那个 直播奥运 你在想什么 你知不知道那个版权多贵啊 我播一下 我人要没了 好不好 撤了啊 拜拜 下集结 明天 S36 NJC赛期 知道 拿什么打五牌了吧 知道 真的知道 这套连国家刘邦们的机器 也 也